被蓝星陷害淹死的三岁宝宝 竟意外穿越到寿氏星际 本以为会遭受飞人的待遇 却意外吸引众多大佬关注 星际上将 傲娇军衣 贵族皇子 傲造黑熊 甚至星际六大公爵 都想成为宝宝的监护人 在蓝星为拯救心爱狗狗 蜜水身亡的小鱼宝 意外穿越到稀少人类的寿氏星际 苏旦一夜间觉醒出了3S极精神力 还一度成为整个星际的天使幼祖 本应是蓝星遭人迫害的可悲宝宝 却被整个星际宠成了小年事 一个满是废墟的星球中 几个身穿防护服头戴面具的人 从形状怪异的飞碟上下 他们身后跟着几个士兵 揣着武器守在飞碟旁 并且手中还拿着仪器不知在探测着什么 而这一幕也被躲在角落的小鱼宝所看到 此时他皱起眉头 脸色苍白 嘴唇干涸的几乎开裂 看着周围破败的景象 他努力地抱紧自己 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原本他还在被养父母家的儿子欺负 并且跪在他们儿子面前 恳求不要伤害他唯一的狗狗朋友 但小男孩非但不听 反而还很有成就感地向自己伙伴炫耀 看 我都说了他就是我家里养的一条狗 我想让他干什么他救的干什么 并且几个小孩在商量一番后 居然还露出恶魔一般的笑容 将小鱼宝最心爱的狗狗 一把扔入深不见底的水井中 看着小狗狗浮在水面 拼命拿小爪子抓着井边草的模样 小鱼宝顿时心疼落泪地扔下水井 试图让小狗爬上来 可几个恶魔非但不帮忙 还在小鱼宝努力拯救狗狗的时候 竟然一把将他推入水井 最后邪恶一般的男孩还一副洋洋得意 你不是很会游泳吗 我看你在水井里怎么游 可小鱼宝即便被推入深不见底的水井中 他还是使劲地把狗狗举到头顶 但随后一阵窒息感也很快传 随即便没了知觉 按理说他应该是死人了 这是一阵压抑的惊呼声打断了他的回忆 人 是人 居然还是女人 眼前赫然出现一个全副武装说话还结巴的男人 见此一幕 小鱼宝也是心跳加速 眼中充满了恐惧 并且警惕地盯着眼前的人 男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下到了一步 连忙安慰 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说着自己便往后退了一步 但却不小心一脚踩在废墟上 还摔了个屁股朝天 这时另一个有些苍老的探测学者不满地走过来 安诺 从刚开始到现在你就在吵 接着老者顺着安诺颤颤巍巍的手指头看去 顿时也被吓得一蹦三尺高 并且他也结巴个不停 此时安诺也赶忙从地上爬了起 年教授 测到雌性幼崽了怎么办 该怎么办 别慌张 不要吓到他 说着年老师连忙拿出通讯设备 直接向地方的最高指挥官发起通话 而两人之所以如此震惊 是因为在这个授势星际中 刚出生的幼崽 都是要被放在中央幼崽保护基地由专人照顾 且一名雌性幼崽至少要有五名监护人 而且雌性在这个星际都是稀少的存在 男女比例也是达到了恐怖的1比75 还时常因为环境的污染 但原本脆弱的幼崽很难挫护 所以他们也才会如此震惊 看着不像是兽人 难道是一人 安诺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小雨宝的表情 小雨宝看着安诺一副看大熊猫的表情 也是想张开嘴巴说些什么 但却发现自己喉咙干涸说不出话 只能干咳一声 见此一幕 远处的年教授连忙命令站着的士兵 水 快拿百分之百的纯净水给他 因为年教授感受出雨宝身上没有兽人的气息 并且外表长得并不像一类 那只有一种结果 雨宝是纯种人类 随后再听到命令的士兵 小心地捧着一瓶300毫升的纯净水 因为这瓶水可是由净化力为急的人类 净化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 才除去了里面的杂志和有毒元素 他不知道为什么年教授如此着急 不过当士兵在看见小雨宝时 顿时明白了教授的所作所为 是人类幼崽 只存在于古书里面的黑发黑毛的人类幼崽 即使戴着防护眼罩 也藏不住士兵们眼中的惊讶 陆少将 年教授拿着接通电话的手机 声音带着尊敬和严肃 发现了什么 电话那头陆少将的声音压低 虽然听着有些稚嫩 但还是压得让在场所有士兵都忍不住低头 这就是受人强大的精神力 光是听到声音就让他们忍不住屈服 幼崽 雌性幼崽 很有可能是最纯种的人类幼子 年教授压抑着自己兴奋的声音 此时通过光脑的通讯系统 陆少将也看见了于宝的面容 黑眼睛 黑头发 没有一点杂志 正如古书中记载是龙国的人类 另一边 安诺拿着水慢慢挪动着靠近于宝 然后讨好的笑了笑 小于宝就算是看不见 也感受到了他的热情 您要不要喝点纯净水 安诺拧开了盖子 小心翼翼放在于宝嘴边 并且手指都是在颤抖的状态 小于宝有些好奇 为什么他们见到自己会那么激动 接着小于宝眨眨了眨眼睛表示同意 闻言安诺立马贴心地 从自己怀里掏出一根吸管 然后默默注视着于宝的一举一动 小于宝喝水的样子特别可爱 塞帮子一股一股地和小仓鼠一样 安诺顿时被萌化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人类幼子 同时年教授本还想说些什么 但陆少将直接挂断了电话 下一秒便凭空出现在这里 这是什么 大便活人吗 小于宝被这一幕惊讶道 因为没有穿防护服的原因 小于宝也是看见了陆少将的英俊面容 英俊的脸庞外加金色的短发 于宝发誓这是比电视上见过的明星还要好看的 此时陆少将也是吩咐众人 刚好巡视到附近 你们先回军舰上准备幼崽用的软床和吃屎 我来跟幼崽交涉一下 接着这个心计最年轻的少将 心狠手辣的男人 第一次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 温柔地对上于宝的眼睛说道 你有家人吗 小于宝顿时想到家里虐待他的养父 使唤他的养母 还有捉弄他的哥哥姐姐 以及几个把他害死的小恶魔 于是连忙摇头 陆少将的眼里瞬间闪出一道光 没有家人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下一秒 只见陆少将一声半跪在地上 尊敬的幼崽阁下 我是陆玉川 也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 蓝星环境污染严重 不知道我能否有荣幸 把小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于宝也是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据他所知 少将可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他只是一个被捡回家的小可怜 被别人拿来宣泄的出气筒 怎么可能享受到如此的待遇 虽然他时常幻想着周围的人 能平等地对待自己 难道是冤枉实现了 但也不至于这么毕恭毕敬 小于宝有些惶恐 此时陆玉川就这么一直跪在地上 耐心地等待着小于宝的回答 这时于宝也是立马开口 我叫于宝 于宝的声音如春风拂过 挠得陆少将的心酥酥妈妈 因为在这个星际上有个传说 人类有概率孕育出天使幼子 天使幼崽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 并且可以安抚受人暴躁的基因 所以陆玉川也是被于宝搞得有点灵魂 于宝小姐 我这样抱您 还舒服吗 文言陆少将一把将于宝抱抱在怀里 软软诺诺的雌性幼崽 让他感受不到一丝重力 可能是流浪很久 有些营养不良 身体比一般的塑料还轻 陆少将有点心疼 此时于宝表示 你直接叫我于宝就可以哦 这是他给自己娶的小命 因为除了奶奶就没人这么叫过他 文言陆少将也是点了点头 抱着于宝就好似怀揣着世界最珍贵的宝物 一步一步都走得十分平稳 在怀中的于宝也感受不到一丝颠簸 他感觉这就是前世在蓝星幻想中的隔壁一本 于宝有些飘飘然了 觉得这一切发生的都只是死后的一场梦 但是他这个梦又太过真实 他不想要醒来 由于于宝穿着有点单薄 此刻他感觉身上有些冷了 忍不住地往陆少将的怀里缩了缩 这一操作顿时让陆少将呆愣了一下 并且在所有人的瞩目下 僵硬又脸红的陆少将抱着于宝 缓缓地走上了军舰 在军舰启动后 于宝之前躺过的地方 居然有一颗小幼苗破头而出 倔强地抵抗着恶劣的风沙 此时在军舰上 所有人已经改换成日常着装 可能知道防护服穿得太过严肃 害怕吓到小于宝这种稀有人类诱崽 所以一个个都面露微笑 但还是紧张地手心发汗 看着一群人对自己没有敌意后 小于宝也是腼腆地露出微笑 然后对着众人介绍自己叫于宝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竟让所有的士兵犹如被羽毛绕舞 心里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 无一例外满脸通红 人类幼崽怎么那么可爱 我之前有幸照顾过人类幼崽 但都被他们抓毁容了 还要微笑着不能吓到幼崽 士兵们小声地在光脑上秘密交流着 我不管 我要做他的骑士 感觉到周围很新奇的模样 见到小于宝好奇的模样 所有人都想立马充当解说员 给他解释一番 但奈何最高指挥官陆少将就在这里 他们也不好争抢 只能把这个宝贵的机会让给了陆少将 在于宝带有探究和好奇的目光下 陆少将让一拳能砸死人的攻击型机器人 表演了一段舞蹈 用可以解析万物的光芒 给宝宝放动画片 甚至用最强精神力 给宝宝制作美味的食物 这一顿操作下面 于宝也是被照顾得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他马上就要四岁了 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但面对着被包好地道嘴边的食物 于宝微微抗议一下 还是妥协了 可周围一群人却被于宝的动作给蒙翻了 不过于宝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人均寿命四五百岁的时代 四岁真的很小很小 而且寿人的寿命还更长 不过也只比这个星际的人类寿命长了几十年 而人类和寿人的幼崽在十八岁之前 大都是被放在中央星悉星照看的 无论到哪都是有着福利待遇 当然只限于雌星幼崽 雄性满十八岁就算做成年 要担当起一定的社会侄子 整个星际就是宣扬着 雄性要保护雌星 把雌星捧在手心上 一旦被发现有人伤害雌星 那么将受到整个星际最严厉的惩罚 此时于宝被投喂着小点心 不过味道却不算太友好 但比之前只能吃馊了的饭香米 这已经算相当不错 安诺 这时安诺突然想起这个为自己喝水的男生 文言被点名的安诺立马挺直腰背 谢谢安诺哥哥为我喝水 说完后他便有些犯困了 接着慢慢地闭上眼睛 在陆少将怀里找了个舒服的角度 盖着毛茸茸的毯子打了个哈气 随后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旁安诺原本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的脸 又突然如火山喷发一般迅速爆红 倒海中不断重复着刚刚雨宝说的话 他居然叫我哥哥 他必须要把刚刚那句话录下来 以后他每天晚上都要听着睡 此时身旁陆少将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他也想被软软诺诺的人类幼崽叫哥哥 与此同时星际中央内 探测队在蓝星捡到了一只人类幼崽的3S级大消息 便已经上传到星际联邦 并且就连远近闻名的医师司徒智昂 不等别人来起 就自己背着包赶网雨宝的所在地 即使不是纯种人类幼崽 光是雌星幼崽这几个字就足以引起中央注视 在全部人的行注目里下 陆少将向医师司徒智昂微微点头 此刻他的怀中是一个粉色毯子 往下拉一点露出了人类幼崽至难的小女 见此一幕的司徒医生也是呼吸急促 她从未有如此失态 但是此时的雨宝还不知道自己 在这个世界地位有多高 只是还在做着噩梦 梦里小雨宝因为没把手里的糖果让给男宝 而被养父母狠狠教训了一顿 妈妈求求你别打雨宝 雨宝迷迷糊糊的喃喃着 留下两行青泪 在外界的陆少将 在听到自己所珍贵的天使幼崽被打 也是瞬间皱起眉毛 她的身体很糟糕 身上带有伤痕 地旁检查的司徒医生眉头紧锁 我怀疑是兴致非常恶劣的虐待雌性案件 到底是谁敢这么对待雌性幼崽 陆少将攥紧拳头 可就在这时 司徒之昂却倒吸一口凉气 冷静如他一般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羊脚从头顶冒出 在蓝星遭人陷害溺水身亡的三岁本 性意外穿越到寿世星际 本以为会遭受飞人的待遇 却凭借软萌外表和高浓度血脉 将整个星际的大老迷的团团转 甚至还一夜觉醒出3S级精神力 被赋予天使幼崽的称号 本应是蓝星人人可以欺负的出气包 却被整个星际的成员宠成了小天使 飞船的检查室内 司徒之昂在检查到雨宝身上的时候 突然被数据上的显示吓了一跳 冷静如他一般 也被震惊地控制不住羊脚从头顶冒出 身旁的陆少将赶忙询问 怎么如此失控 百分之百 纯种人类基因 司徒之昂的眼睛猛然瞪大 声音止不住发颤 闻言陆毅川也感觉自己一阵炫愈 百分之百就相当于古时候灭绝的生物 在几年后被发现了 接着立马冷静并吩咐控制消息传播 封锁消息 不要让人类皇室知道这件事情 毕竟人类帝国可从来没有过百分百基因的幼崽 而且他观察雨宝这几天看得出 一定是被人类皇室成员虐待了 即使他们受人和人类交好 但还是不想让类幼崽被皇室的人要去 随后司徒之昂也是换了一顶新的帽子走出 百分百人类基因 对他们皇室来说 意味着基因纯度的提升 陆毅川也是心中下定了某种决定 我不想让他变成活主 被禁锢在皇室的牢笼里成为生育机器 放心吧 他身上没有皇室的标志 不用担心多大问题 而且百分百人类基因 皇室那边的人怕是做梦都梦不出来 徒之昂微微摇头 此时雨宝由于睡得很不安稳 所以很快便挣扎着从睡梦中醒过来 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雨宝一时间有点分不清 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这是医院吗 难道自己是被人从井里捞起来了吗 小狗呢 小狗也被救上来了吗 这时密切注视着雨宝情况的两个男人 也很快发现雨宝醒来了 接着司徒之昂连忙打开治疗舱 目光关气地询问 小姐 我是您的主治医生 您有哪里不舒服的都可以告诉我 看着眼前面容娇好 并散发慈祥温和气息的男人 小雨宝开心地摇了摇头开口 我就是有点头晕 随后一阵检查下来过后 司徒之昂便告诉小雨宝 您可能是晕飞船 我得您开点药 磕了后您就不晕了 闻眼小雨宝有点脸红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什么嘛原来是自己晕船啊 说到飞船 小雨宝也是四处看了看 当对上陆一川的眼睛时 他连忙上前并半跪在雨宝跟前 雨宝您有什么吩咐呢 近此一幕 小雨宝还以为自己梦没有醒 忍不住地掐了一下自己手臂上的肉 下一秒就被掐得眼泪花肚流出来 陆一川看见雨宝自残的行为 赶忙拉住他的手臂念陆自责 该死 自己居然没有注意到雨宝的动作 派他把自己掐枯了 紧接着连忙对着雨宝道歉 是我不好 没有及时制止您的行为 还请雨宝小姐责罚 闻眼小雨宝眼泪花顿时成了问号 接着赶忙让陆一川起身 没事的 我刚刚只是确认一下 我是不是在做梦 怎么能是你的错呢 可陆一川却还是一脸悲愤的表情 让人类又宰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受伤 就是陆某的错 知道雨宝善良不忍心责罚 那我就只能自己去领罚了 见此小雨宝小手连忙伸出 抓住陆一川的衣角弱弱开口 你因为这个被惩罚 我也会内疚的 听到小雨宝会心里内疚 陆一川却被惊讶到了 要知道在这个星际上 雌性幼崽可是被捧上天的存在 从小娇生惯养的他们大多是有些刁蛮任性的性格 甚至还从未有过一个雌性说自己会因为这个内疚 此时陆一川的内心也一塌糊涂 我知道了雨宝 但是我还是故意不去 那就罚你给我骑大马 雨宝也是脱口而出 不过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 自己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少将当马给自己骑呢 明显他还不够资格呢 可陆少将非但没有不高兴 反而还异常开心 随后便把自己睡觉的枕头放在背上 显然想让雨宝舒服一些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 雌性想骑在自己背上 是对自己的信任和宠爱 既然小雨宝要骑大马 这个也是他的荣幸 根本就不是什么惩罚 地旁的医生司徒之昂 也是全程护着雨宝 让他不容易摔下来 一开始雨宝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渐渐地在他们的引导下 开始放轻松了下来 露出了笑容 要知道在蓝星 雨宝可从来没有这种待遇 此时听到雨宝的笑声 陆玉川也开心地笑了 因为小雨宝的笑声 可以安抚他们内心的焦躁 只有一旁司徒之昂一脸委屈 雨宝 你要不也气气我 可他还是第一次见司徒之昂 不免还是有些局促 这不太好吧 闻言陆玉川也是立马起身 稳稳地把雨宝抱在怀中 但渐渐十足地说道 我也觉得不太好 雨宝只和我亲 见此司徒之昂瞪大眼睛 有点无语地表示 陆少将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随后起码惩罚结束之后 司徒之昂开始向雨宝 询问一些基本信息 当听到雨宝说自己被推下去 且急切地让他们 再找到自己的地方 还有没有一只小狗时 两人顿时强忍着 怒意握紧拳头 雨宝真的被人虐待了 放心 我们会派人去找的 借着司徒之昂立马成梦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询问 您是被人类虐待的吗 能孕育出百分之百 纯种基因的人类 想必只能是纯度极高的人类父母 但是连皇室都没有百分百纯度的人类 可能皇室瞒着我们干些离经叛道 不可饶恕的事情 陆玉川也是在一旁猜测表示 然而他们的对话 却让小雨宝有点云里雾里 不过他还是意识到自己可能穿越了 但是这个还不能说出来 他担心说出来会被关进精神病院 而两人在看到小雨宝有点紧张后 连忙安慰 雨宝 您不用担心 您在我们这边是绝对安全的 我们不会把你再交给人类了 对 您就是我们这边身份最高贵的小公主 不会有人再来伤害你了 他们查过了雨宝的身体 没有任何身份信息 只要他们给雨宝冠上联邦公民的身份 那么皇室那边过来要人也不合理了 前提是都要看小雨宝自己的决定 此时雨宝试探性开口 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但是有些离奇 你们不会把我抓走吧 文言两人也是微微一笑 我们以生命担保 绝对会保证您的安全 于是两人便将小雨宝安排进了 安全系数顶尖的飞船内 甚至还提前检修了一遍 以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我们将在明日启程 雨宝小姐 您现在想要回房间吗 我的房间 小雨宝有些惊讶地指了指自己 以前他在蓝星的时候 都是跟狗狗一起住在狗窝 从来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是的 是军队后勤布置的 时间仓促可能有些简陋 雨宝文言点了点头 但是在看到房间布置后 不禁咽了咽口水 从屋顶到地板 每一寸都是被人悉心布置的 暖色的壁纸和均匀冷峻 严肃的氛围格格不入 甚至温暖的阳光 可以从窗户照进来 窗帘也是可爱的卡通图案 就连睡觉的床 都是公主一般的粉色大床 这是一只机器猫形状的机器人走过来 笑容憨态可居 欢迎您回家小主人 我是您的专属机器人 我叫多拉Q梦 小雨宝顿时被震惊了 但还是让后勤部队的所有人提心掉的 特别是后勤组长 他是个一米九的大汉子 生怕自己布置的不能让雌星幼崽满意 在一接受到命令时 他可是为布置这个房间 翻阅了好几本古书 加急把机器人改成了一万年前 很受古人欢迎的机器猫的样式 书上还说人类公主 是从一百平方的床上醒来的 但是他觉得一百平方米的床 能会让小幼崽没有安全感 于是他连忙上前半蹲下来 紧张地对着小雨宝询问 公主殿下 您是不满意吗 啊不是的 我还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房间 我太喜欢这里了 都有点不想走了 雨宝花音一落 后勤组长立马扬起微笑 让所有人都尝输了一口气 陆玉川也在这时走了过来 然后对着后勤组长说道 雨宝喜欢就好 你去领赏吧 他目前也不管军营的事情 所以把全部事情都分给副将 接着就专门陪着雨宝 说是陪着 其实就是蹲在雨宝的房门口 一方面是怕雨宝出现意外 另一方面就是阻止别的雄性靠近 而此时的雨宝 正狼吞虎咽的翻阅者送来的书籍 好在全宇宙都说华夏语言和华夏字 要不然他可都看不懂呢 在翻阅完几本书后 这才终于确认自己是穿越了 而且在这个世界古蓝星是被污染的 人类也因此大部分灭绝 他现在遇见的都是兽人 与人类不同 可以随意切换自己的形态 如今他所在的地方 就是兽人组成的联邦 分有六个自治区 并且由六位公爵掌管 而陆玉川所在的地方 就是专管军事的自治区 随后在了解完一些基本情况后 他便被一幅画面所吸引 画本上说 一个科学怪人正在研制着什么 把野兽基因和人类基因强制结合 从而诞生出一种另类的生物 简称义人 不同于现在的人类与兽人结合 而是纯野兽与幸存下来的 百分百纯种人类结合 并且义人寿命很短 会因为排异反应十分痛苦 疾病缠身 但却有很大概率觉醒异能 看到这里雨宝有些难受 这难道就是人类的结局吗 这时陆一川突然敲响了小雨宝的房门 雨宝 您睡了吗 公爵们想要见您 公爵 不是说公爵都很忙吗 很少能见到人吗 雨宝有些社恐 但是人家来都来了 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请问是哪位公爵啊 雨宝连忙翻阅资料 想要查出公爵的对应性格 比方自己不会忍他们不开心 六位公爵呢 多少 六位 雨宝猛啊 怎么他刚来就有那么多人想要见他 得了 那就不用翻找了 于是雨宝视死如归地打开门 小小的脑袋低垂着 他可是记着书上说 每个公爵都各有各的脾气 让人捉摸不透 万一他们询问自己的过往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想到书上说的 纯种人类在这个星际很稀缺的 他现在可是实打实的蓝星人穿越 会不会把自己给解剖了 或者做科学实验呢 想到这里 雨宝整个人就顿时不好了 一张小脸皱巴巴的 眼神因为害怕只敢看着地面 此时他没看到六位公爵 七七聚在不算宽的走廊里 但只有唯一一位雌性公爵 身侧蹲下来 顶着六位公爵的精神压力 抱起雨宝 雨宝也是习惯性的 用双臂懒着路易川的脖梗 短短的几个时辰的相处 他已经完全信任了路易川 见小家伙如此依赖陆少将 身为第一区军事安全的负责人 罗兰顿时喜笑颜开 毕竟路易川属于军事部 军事部是他管理的 那他自然脸上沾光 他拍了拍路易川的肩膀表示赞许 可路易川却显得有些不悦 公爵大人 雨宝刚治疗结束在休息呢 你们齐刷刷出现会吓到他的 文言慈性公爵拍了拍自己脑袋 有道理 你们这几个整天板着张脸 又再是不会喜欢你们的 说完 这个长相天使 身材火辣的女人笑眯眯的凑到雨宝的面前 小雨宝 我叫洛燕 你可以叫我沈姐姐或者燕姐姐 我是负责联邦医疗的 你以后有什么不舒服都可以找我 见此一幕雨宝也是点了点头 对这个笑容满面的女人很有好感 叫了一声燕姐姐 沈洛燕在听到后很是开心 来 让一一抱抱 雨宝心思单纯 见他这么喜欢自己 他也很开心 于是伸出手进入到他的怀抱 接着在几句闲聊之后 便放回了路易川怀疑 并且在叮嘱路易川好好照顾雨宝后 六人便相继离开前往会议室 雨宝也是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这六位公爵要对他询问一番 结果还没看清他们的脸就走了 可雨宝不知道的是 他的出现 让原本百年和平相处的几位公爵 纷纷开始为争夺雨宝的监护人大打出手 甚至在听到消息的路易川少将 也苦恼自己该怎么争强小雨宝呢 他是整个星际最年轻的少将 也是未来最强的执行官 心狠手辣是他的代名词 可如今却为了一个三岁宝宝 不惜一人面对六位公爵的精神力 甚至为了争夺宝宝的抚养权 每天绞尽脑汁的想进各种办法 此时雨宝的房间内 路易川在拿着本故事书 给雨宝念完了一篇小美人鱼的故事后 便是叹性的开口 雨宝 你还没有监护人吧 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争不过那六位公爵 但是论感情他可不会输 文言小雨宝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后 也是双手撑起自己脑袋 唯一 监护人 你要当雨宝的监护人吗 被戳穿心思的路易川不由地咳嗽一声 别人不敢 怕什么身份 居然还想当雨宝的监护人 这也是路易川第一次产生了自卑感 而身旁的雨宝 亮亮地勾住了路易川的脖子喊道 你要做雨宝的哥哥吗 前世的凄惨 让雨宝对亲情又渴望又害怕 他不想变成前世蓝星那样 养母不疼养父不爱 连他的哥哥也天天辱骂他 但是他愿意相信路易川 因为在这个世界的人对他都太友善了 小雨宝也愿意和他们做朋友 哥哥吗 文言预定好位置的路易川不禁勾起嘴角 接着轻轻地拍着雨宝被开始哄睡 至此这个心计再无杀法果断地路上讲 只有一个陪着三岁宝宝长大的小宝母 同时另外一边 六位公爵因为小雨宝也是从白天打到黑夜 最后都打得难舍难分 等等 这是六位公爵中的一位苏千辛伸手喊道 联邦规定又在至少有五位监护人 又没有说只能有五位监护人 听到此话 其余五位公爵也是立马停手 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 对啊 那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军队指挥官罗兰也是站了出来 他的性格有些大大咧咧 他抹了一下嘴角的鲜血夸赞 洛燕 我真是小看你了 原本秉持着不伤害慈性的态度 另外五位公爵都让着沈洛燕 结果沈洛燕打得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见此沈洛燕不禁挑眉 永远不要小看女人 而且你们要当监护人 还得余宝同意吧 我可是刷了一波好感度的 听到此话 其余五位公爵后知后觉 连忙想要去给余宝准备礼物刷好感度 而这时罗兰却躲在角落 偷偷给陆一川打起电话 你帮我问问余宝喜欢什么 另一边的陆一川看着已经熟睡的余宝 也是瞬间明白了什么 于是便说余宝喜欢哥哥 电话那头的罗兰听着一阵猛逼 我就是余宝指定的哥哥 罗兰更是无语了 甚至手突然开始有点痒 好家伙自己这个公爵都没有成为余宝监护人 你却开始了是吧 不过对于年纪大的他来说 对于陆一川的话全当是开玩笑 毕竟在他看来 陆一川顶多也算是个宝宝 怎么可能当好一个雌性幼崽的监护人呢 第二天 余宝就在军队的护送下上了飞船 身边还有陆一川和司徒医生一左右陪着他 小余宝也是不舍得挥了挥手 再见 我有空会回来玩的 因为他有点舍不得那个睡了一晚的小屋 可下面的军人们却忍不住心里偷笑 军方基地危险系数最高 哪是幼崽能来的地方呀 以后小余宝只能看照片了 此时在飞船上 陆一川也是待着机会将小余宝抱了起来 余宝 我们先去幼崽保护协会登记 这样你就能拥有自己的光芒了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询问 余宝想成为兽人联邦的公民吗 文言余宝也是点了点头 于是这才让陆一川松了一口气 原本他对余宝的照顾只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可短暂接触之后就沦陷了 但这对一个要经常上战场的少将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随后他便把余宝放在自己最柔软的位置上 然后扭头看向窗外 故意不让自己的眼睛黏在余宝身上 而一旁的司徒之昂 也是立马拿出小玩具吸引余宝的注意 余宝也是被这一幕逗笑了 就这样他的笑声挠在陆一川的心坎上 于是又是忍不住扭头 把凑过来的司徒之昂推远 别离余宝太近 你的羊骚味太重了 司徒之昂瞬间就不服了 你放屁 我早上刚洗过澡 陆一川的原型是狮子 而司徒之昂是小山羊 但是他却一点也不怕陆一川 毕竟他可是听余宝说了 他最喜欢的就是羊咩咩 见两个大男人针锋相对起来 小于宝也是赶忙的戳了戳陆一川的胳膊 陆哥哥 司徒医生身上香香的 没有别的味道 见此司徒之昂也是调了调媚 他可是喷了点香水出门的 而且还是在网上卖的最好的那款 俗称人类幼崽最喜欢闻的香味 谈笑间 飞船已经驶到了中央心 于宝的百分百人类基因的信息 被当成最高军事机密 此时的他在兽人们的眼里 就是一只可爱的雌性幼崽 当他被抱下飞船时 就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里 几乎所有人都想上来看 但又很有秩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过小于宝有些设恐 害怕地将自己缩在路易川的嘎吱窝里 只露出一双黑眸 悄悄地看了一眼这里的场景 于宝心里也不禁想到 怕是明星出街都不一定有这么多人来看 大街上一个半大的兽人都和于宝对视 有些人耳朵不小心变成了兽人形态 然后又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耳朵捂住 见此一幕的于宝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这也引来台下一阵讨论 天哪 好可爱的幼崽 此姓幼崽不都是性格乖张 从不让雄性暴马 而一旁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盼向于宝的眼神中却带着一丝怜悯 因为公爵们给于宝编造了一个身份 说他在战火中出生 家人又在战火中丧生了 只能重新选择监护人 这时六位公爵也如约而至地出现在中央心上 最先开口的也是沈洛燕 他首先对着于宝抛了个媚眼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道 于宝我能当你监护人吗 于宝低头沉思了一下没有给出答复 见此工作人员的眼睛都瞪大 虽然于宝是很可爱 但是也不至于让公爵亲自当监护人吧 见小于宝不说话 地旁的沈洛燕心也是沉了下去 有些委屈巴巴的看着于宝 没有一个人能受得了沈洛燕这样的眼神 这时罗兰看见沈洛燕赤饼 眼眸中也是淡淡的笑意 小于宝先去体检吧 等体检完毕后 小于宝也是拥有了自己的光芒 随后点开一看 姓名于宝 小于宝文言这只是个小名而已 不过看大家都没什么意义 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 于宝 你有些营养不良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皱眉的说道 不过您放心 以后我们的纯净水和新鲜的食物 会优先送到您这边 现在请您选择自己的监护人吧 而监护人就是自己家人的意思 于宝从一出生就没得选 现在居然能让他自己在户口本上填名字 他仿佛自己跟做梦一样 一定要填五个吗 小于宝有些忧愁 他现在承认的监护人就只有路易川 勉强还有一个司徒医生 但是司徒之昂也并没说过 想成为自己的监护人 所以他不会强人所难 是的 为了保护您的安全和全方位发展 我们规定了雌性幼崽 至少要五名监护人 这时工作人员也是微笑的回应 毕竟一般幼崽的监护人 都是自己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人 如果自己家族的人没通过监护人考验 那他们才会给幼崽重新寻找监护人 看到小于宝愁眉苦脸的样子 又看看旁边面露期待的六位公爵 工作人员便很有眼力见地对着于宝提醒他 于宝 你可以问问在场谁想成为你的监护人 小于宝没有迟疑地拉着路易川的手指 目前只有一个 他是于宝自己找的哥哥 文言路易川眼睛汪汪中 接着小于宝又看向司徒之昂 见此司徒之昂快步走来 于宝 你想和我说什么话吗 此时的司徒之昂有点紧张和期待 他虽然医术好 但是兽型只是一只山羊 不擅长攻击 本就不奢望能成为于宝的监护人 不过现在于宝看向他 他必须给自己争取一下机会 于宝 你也想让我做你的家人吗 于宝也是点点头回应 因为在这两天的时间里 一直都是路易川和司徒医生在照顾自己 不过这时六位德高望重的公爵 反而被冷落了 事实上于宝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时沈洛燕也是轻笑地表示 找监护人也不着急 先给于宝空着吧 工作人员也表示理解 接着便宣布 我们是会给幼崽三个月时间的准备 决定自己的监护人 于宝这才满意地点头 道谢过后还附赠一个甜甜的微笑 然后就想拉着自己任的两位哥哥离开 路易川也在这时微笑地说道 小于宝暂时还不可以走 监护人还要进行考试呢 这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反观司徒医生却有点虚了 因为监护人的考试分为三部分 比是特场考核 面试和实战 其他几项司徒之昂无所畏惧 但是实战他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 随后于宝也是有些担忧地询问 考核失败会怎么样 失败了就没资格成为于宝的监护人了 司徒只要摸了摸于宝的小脑袋 可于宝却摇头表示不要 但这就是这里的规定 工作人员给于宝解释了一番后 他只能接受 并且也愿意相信两位哥哥可以通过考试 但还是提出了一个小要求 那就是要陪考 不过监护人的考试时间一般很久且无聊 当看见于宝认真的样子后 工作人员连忙搬来小凳子 准备好新鲜水果和吃食 这时于宝捏起一个类似苹果的水果 咬了一口发现有些发色发酸 不合您的胃口吗 工作人员也是关切地询问 由于这是人类那边送来的优等水果 首先都是分配给幼崽和雌性后 才能送到他们这边 但也仅仅只有二等品级 如今你已经成为寿人公民 以后每天都会有好吃的水果呢 工作人员连忙补充 吃我的 这是一旁的公爵沈洛燕 从空间牛里面拿出水果 然后对着于宝眨眨了眨眼睛 沈洛燕的水果明显光泽感更好 也更红 所以于宝在咬了一口后 也发现这笔刚刚的更加美味 虽然不能与地球上的水果相比 但已经算是比较好吃的 于宝提前看过资料 知道因为水源污染 自然种出来的水果都是畸形的 此时工作人员紧绷着一根神经 他看着于宝拿起营养剂 喝了一口后皱起眉头 完了完了 雌性又再要发脾气了 星际时代大家果然都是喝营养剂 于宝吐了吐舌头 他有点想念奶奶做的大米饭了 于是在喝完营养剂后便询问 你们不吃饭吗 做饭吃饭太浪费时间了 这是一旁的另一位公爵苏千辛出生回忆 反正做出来的味道也差不多 还不如喝营养剂 于宝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放心 你们雌性又再有营养餐 苏千辛在看了于宝一眼后 便展开笑容介绍自己 你好 我叫苏千辛 很高兴认识你 文言于宝论了一下 怎么突然就到了交朋友缓解了 我叫于宝 小于宝也笑了笑 脸上还露出两个小酒窝表示友好 工作人员无脸 他工作这么久 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和善的此心又在 见于宝没有一丝不耐烦 他才放下心 此时六个公爵里 只留下了苏千辛守着于宝 因为他们都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其实你也可以去干自己的事情 不用守着我 见还有一位公爵在守候自己 于宝也是伸手提议 这时苏千辛也是一双桃花眼眯了起来 接着附身凑到于宝身边 小于宝 你怎么那么为我着想啊 文言于宝有些不知所措 要不我当你监护人 你考虑考虑 眼见苏千辛越靠越近 小于宝也是连忙伸手表示 苏叔叔 你不要凑我那么紧 苏千辛忍不住笑出声 你这小妮子 居然叫我叔叔 不过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守着你 防止你出什么意外 但我还是建议你选几个实力强大的监护人 比如说 苏千辛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 陆哥哥和司徒哥哥实力很强 小于宝此时有些恼火 没想到苏千辛看着冷淡 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陆玉川是很有实力和天赋 但司徒只是个医生 还没有实战经验 苏千辛话还没说完 就对上了于宝愤怒的眼眸 他们是我选的家人 你没资格批评他们 于宝说完也是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 他原本就是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在养父母家里时 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打 所以当苏千辛举起手的时候 于宝便下意识地双手抱头往后缩 可那熟悉的疼痛感却没有传来 反而是苏千辛的手轻轻落在了他的脑袋上 你还真是特别 是我说错话了 苏千辛也是道了歉 于宝这才抬起眼眸 没事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于宝把平时奶奶说的话念叨了出来 眼神中透露着怀念 此时的考场内 陆玉川和陆玉川答题答得飞快 为了让于宝不在外面等久 他们也是用时时分钟救出来 然后就要准备接下来的举牌评分环节 可当小于宝看见那些举牌的问题时 当场被无语的三观惊悔 他是整个星际最厉害的医生 也是未来因素最强的男人 可只有C级体能的他 就静静地等待着哥哥们的测试 大约十几分钟过后 两人同时走出了考场 并在第一时间来到小于宝面前 对着他半跪表示歉意 于宝 久等了 文言小于宝也是赶忙身上 地上凉 你们快去烤别的吧 烤完我们去吃饭 因为在刚刚的时间里 小于宝觉得星际的营养液实在太难喝 所以决定自己亲手做饭 而且他刚刚也在光芒搜寻了一番 发现星际上还有蔬菜可以购买的 于是一拍集合就打算自己做饭吃 见此陆一川和司徒之昂伸手派好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核后 小于宝被要求根据两个人的回答举派评分 接着面试官便开始了自己的问法 陆一川 如果于宝小姐想要得到一个心情 而你的资金不够怎么办 我会努力赚钱满足于宝的愿望 陆氏家族的底蕴也请阁下不要担心 陆一川脸色温和地看向于宝 而于宝也是给出了满分 并默默吐槽 我怎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于是面试官又对着司徒询问 司徒之昂 如果于宝小姐犯了法律上的错误 你会怎么做 司徒之昂也是毫不犹豫地表示 于宝能犯错事 我没有尽到监护人的责任 我会教育于宝以身作责 替于宝承担法律责任 但小于宝却有些不爽看了面试官一眼 你就想着我犯法 我可是爱国守法的好公民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却让小于宝更加无语 什么如果要你们当众血狗叫你们怎么办 什么长大后看上别人的男人怎么办 于是小于宝忍无可忍地打断了这场考试 我有道德 我也不需要别人为我献出生命 接下来面试官的话却让他傻了眼 于宝小姐 这些场景都是现实发生过的 陆玉川也是在一旁劝道 于宝 我们知道你是好孩子 我们就是走个流程 你不用生气 见词小于宝只好一边不理解 一边举满分牌子 最后的便是实战演练 先要测试监护人的体能 而陆玉川身为星际少将 体能也是达到了恐怖的三历级 但反观司徒之昂却只有C级 虽然C级在普通人中算厉害 但是要当雌性幼崽的监护人 还是差了点 接着机器人便对着司徒提醒 每个雌性幼崽一开始 至少需要五名利级的雄性幼崽当监护人 建议你之后再来 难度会小一点 文言司徒之昂握拳表示 只要通过实战测试 我还是有机会通过的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 我建议您自己弃拳 机器人也是再次提醒了他一边 此时一旁的于宝也拉了拉他的袖子 不很危险吗 不会 司徒之昂对于宝笑了笑 然后便转头对着机器人说道 我不弃拳 由于是实战的场地 所以小于宝进不去 但还是可以通过监控实时观看里面的内容 此时的训练场地内 对战的大门在这时缓缓打开 一瞬间尘土飞扬 待到沙尘散尽后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是你的考官 罗兰 准备好就开始吧 是罗兰公爵 见此一幕 小于宝的小脸几乎也是要贴到监控屏幕上 之前罗兰公爵见到他的时候 都是笑咪咪的表情 以至于他都快忘记罗兰是军事负责人 随后便松了一口气 毕竟罗兰公爵算是熟人 他想着应该不会对路易川下狠手 此时的训练场上 罗兰一出现便释放自己强大的SS级精神力 瞬间一股无形的重力便压在路易川的身上 紧接着路易川也毫不示弱地释放自己的SS级精神力 于是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居然不相上想 见此罗兰微微一笑 路易川闻眼猛然后退 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随后罗兰再次如闪电般出招 两道身影也一黑一红纠缠在一起 于宝看得心都揪在一起 接着拉拉拉一旁的苏千辛的袖子询问 他不会出事吧 没事 我们的医疗操能治疗 苏千辛也是微笑回应 要打到什么时候 小于宝还是有些担忧 一炷香 撑过即可 毕竟在苏千辛看完 路易川的体能直接躲一炷香的时间完全可以 但是此刻场上的路易川仿佛不要命一般 直接和罗兰硬碰硬 即使浑身鲜血也不退缩 见此一幕 罗兰也认真起来 使出失诚力碾压路易川 又一次交碰中 路易川被打飞 重重撞到监控器上 甚至散发的冲击力连监控器都被撞坏 于宝看见后眼泪滴答滴答地落在屏幕上 住手 不要再打 于宝不理解这个测试到底是什么 他只知道路易川对他极好 从见面到现在处处照顾他的感受 但是现在只是想要成为他的监护人 就要被打成血人 于宝根本接受不了 这也让他想起自己被殴打虐待的时光 哭着跳下椅子跑了出去 静止地跑向战斗场地 同时两条小短腿迈得飞快 生怕一不小心就看不到路易川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受人的身体强悍 这些伤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地旁的苏千辛也是摇了摇头 都让你别看了 他现在有点害怕这场战斗会让于宝产生心灵异 这时战斗场地的大门也在此刻开启 浑身是伤的路易川摇摇晃晃地走出门 并且脸上还挂着笑容 路哥哥 于宝不管不顾地想要扑上去 却又怕弄疼路易川 于是只能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血水 闻言路易川后退一步歉意地说道 于宝 我都是血 我先去清理一下 以后我就是你林郑严顺的监护人了 路易川的脚步轻快 此刻他仿佛感知不到身上的巨头 这是罗兰也对着于宝恭喜 路易川突破S级体能 虽然于宝知道S级体能的难得 但还是皱着眉头对罗兰发问 S级体能又怎样 为什么成为监护人就要挨打 由于于宝刚来这个世界没多久 所以对体能这些还是不够了解 闻言罗兰也是耐心地对着小于宝解释 进行对战测试 是为了看出一个人的决心 雌性幼宰的监护人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于宝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 我们不希望你有什么意外 我才不会出什么问题呢 于宝的声音越说越想 明显有点心虚了 好了 下一个 司徒医生 你的考官还是我 罗兰也是严肃地对着司徒智昂喊道 司徒智昂也是毫不畏惧地走进去 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罗兰的对手 于是把敏捷度拉满 能跑就跑 虽然这个办法看起来很懦弱 但为了于宝一切值得 正在他思考之时 罗兰的攻击便将他给击倒 司徒智昂 战斗中分心 是大忌 罗兰眼神冰冷 接着司徒智昂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爬起来继续躲 此刻罗兰居然一时间打不到他 司徒医生 如果于宝小姐面对我的袭击 你也要当逃兵吗 罗兰释放自己的精神力 将司徒智昂一把禁锢在原地 游戏结束吧 你还不够资格 随后罗兰瞄准司徒智昂 一道强力的攻击便让他陷入了昏迷 小于宝见到这一幕 也是不断地拍打玻璃门呼喊 司徒哥哥你怎么样了 地旁的工作人员连忙制止 明不能这样伤害自己 恢复好的陆一川快步走来把于宝抱在怀里 陆哥哥 司徒哥哥没呼吸了 此时小于宝的眼泪和鼻涕一起 看起来很是狼狈 健壮 陆一川擦去他的眼泪鼻涕 安慰到不会有事的 公爵有分寸 我讨厌他 小于宝决定就算自己找不到监护人 也不会找罗兰公爵的 这时罗兰也走了出来 想要抱抱于宝 却只能看到于宝的后能手 早知道不接这个活了 这时冰冷的机器人也宣布 很遗憾司徒智昂 你的监护人考验没有通过 此时司徒智昂从治疗舱醒来后 就对上了于宝泪光闪闪的大眼睛 抱歉了于宝 我没能成为你的监护人 没关系 在于宝心中 你永远是于宝的哥哥 可司徒智昂此刻的眼神有些暗淡 他从没想过要成为雌性幼崽的监护人 他身为远近闻名的医生 就治过大大小小的雌性 无一例外都是骄傲和骄纵的脾气 只要一不顺心就拿身边的雄性撒起 看到这一幕的他避之不及 甚至想着一辈子不结婚 不接触此戏 反正他是草食戏兽人 又有人类血比 再加上自己的医术高超 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可直到他遇见了于宝 才知道原来又咋能那么肯 能把自己的食物分他一分 并且在打针的时候明明很难 却不断安慰自己说不通 别人说话时他也会耐心倾听 这时他看着于宝难过的母亲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但还是努力扯了扯嘴角安慰 没关系的于宝 是我实力不够 等以后我有实力 再来申请做你的监护人哦 你前面的五个位置可要为我留着 因为前五名监护人 意味着是于宝最亲近的家人 不是监护人 那么他以后要见于宝 就不是那么容易 此时一旁的罗兰公爵也伸手提醒 嗨嗨 其实你可以申请做于宝小姐的营养师 毕竟司徒之昂可是整个心计的医生 对于营养调节来说 简直是绰绰有余 闻言司徒之昂顿时垂死病中经作起 不过他还是不会放弃做于宝监护人的 那么于宝小姐的身体健康 麻烦您多多费心啊 工作人员也微笑地表示 就这样于宝的户口上 录入了陆一川的信息 并且于宝给他的家人定位是哥哥 而特殊关系上也录入了司徒之昂的信息 职位 营养师 以后我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小于宝也是开心的一手牵着一个 这时陆一川为了庆祝自己成为哥哥 开心地邀请于宝去吃个大餐 小于宝闻言眼前一亮 是饭还是营养剂 饭 大米饭 因为这几天陆一川看小于宝吃饭时候都很不合胃 于是便打算给小于宝吃一顿好饭 此时的中央星最高级的餐厅内 小于宝三人刚一进入 就受到了服务员的特殊待遇 询问他们想要坐在哪里 我们坐那边吧 小于宝见状指了只靠窗那边的风景 接着服务员也是立马联系其他人员 把那一块地方清场 请等我两分钟阁下 于宝本以为服务员是在称呼陆一川 结果看到他对着自己缺心 小于宝就立马伸手制止 不用清场 我们只是来吃个饭 闻言服务员有些困扰 但还是同意了于宝的要求 此时附近的几桌客人也是自动起身 毕竟雌星又在倒着 附近几桌都会清场 这已经是见怪不怪的约定 同时餐厅也会给这些客人伴奖 但是来这里消费的客人非复即贵 谁也不在乎那一点钱 不用走 于宝大声呼喊 几个雄性听到他说话 也是半屈膝和他视线平气听他说话 看起来很是尊重 于宝也是被吓了一瓶 连忙躲在陆一川背后 接着几个雄性又看到了陆一川 最后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陆少将 这下小于宝也是终于可以吃上饭了 于是他决定要点两碗淡米饭 结果点开光脑上面的价格令他择舍 于宝数了一下位数 居然达到了一万为单位 想吃啥点啥 你哥哥这么点钱还是有的 陆一川也是看出了小于宝的纠结 接着小于宝也是点了一碗黄金米饭 不等两分钟饭就被服务员端了馆 好家伙 馆真的是黄金内 于宝连忙尝了一口米饭 金属味的 地旁的司徒这昂也牢记他的营养师身份 给于宝点了很多孩子吃的食物 由于餐厅一下子来了两位雌性幼子 厨师也是连忙先为他们服务 不宜会小于宝的饭菜变上其了 陆一川也是解释为什么一般不会做饭的原因 吃饭对我们来说是个很浪费时间的东西 做饭也是 这边是唯一一个聘请厨师烧菜的地方 其他餐厅一般都是机器人烧饭 但是整天喝营养剂好无聊 于宝突然觉得自己的嘴挺条的 接着又不由地想起以前奶奶做的饭 即使日子很苦 奶奶也会用有限的食物 做出五星级的味道 后来她吃不饱饭 就想着能吃饱饭就行了 现在能吃饱却又想念饭菜的味道 随后小于宝又咽了一块类似红烧肉的东西 不过味道太腥 她感觉这边做菜是不放调味料的 难道是瘦人 所以大家习惯吃腥味的食物 路香随俗路香随俗 于宝在心里默念 含泪把米饭吃完 突然这时 一道带着郁怒的雌性幼崽的声音 在整个餐厅回响 你们这是什么牛马餐厅 做出来的食物怎么这么难吃 心机上傲娇蛮横的雌性幼崽 却被一个三岁宝宝搞得一度破缝 甚至还想动用家族力量将其铲除 关键时刻陆玉川及时战死 就在刚刚 于宝正开心地吃着黄金米饭的时候 突然被餐厅的喧闹打破了美好心情 毕生带着愉怒的雌性幼崽的声音传来 你们这些菜品 我都吃腻了 新菜品都不研究吗 还当什么顶级餐厅啊 地旁的服务员也是连忙道歉 对不起阁下 我们马上反馈 今天给您免单 我需要你们给我免单吗 此时雌性幼崽一副焦横拔萃的表情 看着服务员 他名叫金念兹 是整个星际是家族唯一的雌性幼崽 可以说是含着金汤池出声 被当成公主一样宠着 自然而然性格也变得更加骄纵 不过金念兹也是凭借自己可爱的外表 成为了整个受视星际的网红 并且这时他也是开启了直播 一时间满屏的弹幕竞数弹出 滋滋宝贝别生气 这餐厅为什么不拿好吃的来招待我们滋滋宝贝 滋滋生气了 在场的人都不用活了 甚至还有人发现了余宝的存在 由于雌性幼崽的出现每每都能上热搜 所以眼尖的网友们立马发现了角落里的余宝 然而余宝却还不知自己已经出现在了大众事宜 此刻他只知道 一个小女孩让服务员跪在地上旁 只是因为菜不合他胃口 这不妥妥的熊孩子吗 作为蓝星的三观良好宝宝 当然必须教育这样的人 见余宝做梅陆一川也不开心 可服务员此刻却有点犯难 因为两边都是雌性幼崽 他一个都不好得罪 见此陆一川也是站了起来 表示自己去说一下 陆少将 金念兹居然认识陆一川 并且在看到他的一瞬间眼睛就亮了起来 连忙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一旁的监护人也是吓得赶忙护住他 直播间也开始火热了起来 这是谁呀长那么帅 前面的这你都不知道 他是目前整个星际最年轻的少将 而且他的叔叔还是我们执行官 文言直播间直接炸开了锅 毕竟星际时代的雄性地位低下 但是对于军人医生老师这些默默奉献的职位 雌性们也会敬重三分 陆一川只一开口 金念兹便放过了可怜的服务员 可他还有一个条件 便是让陆一川当他的监护人 虽然他现在有十名监护人 并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精神力也是最低都是一级 但是在看到陆一川的那一刻 他便觉得自己选的这些都比不上他 之前他也曾放下自己的尊严 主动申请让陆一川成为他的监护人 但都是石沉大海 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去登记 我相信凭你的实力 通过监护人考验简简单单 金念兹说完就静静等待着陆一川的下午 然而下一秒陆一川后退了一步 并表示自己已经有妹们了 陆一川对金念兹也是有点印象 当时他一连收到好几条金念兹的讯息 但这些信息都被他瞄了一眼后 便全部放进垃圾箱了 此时远处的于宝也吃完了米饭 晃荡着自己的小腿浏览光芒 陆哥哥被缠住了 于宝要去看看吗 一旁的司徒之昂问道 怕陆一川受欺负 于是他便拉着司徒之昂朝金念兹那边走去 连忙去呼叫经理 与这边的胶着不同 直播间的网友们可以异常兴奋 我天安 咱联邦什么时候诞生了一个黑发雌星幼子 这家餐馆果然顶级 改天我也去打卡 此时听到于宝声音的金念兹 也开始居高临下的看着于宝 于宝也抬头看他 我的家人谁也抢不走 司徒之昂此刻也站在于宝背后 他的面前是金念兹的十个监护人 释放的精神力就足以碾压他 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自己实力的弱小 他捏紧了拳头 发誓无论怎么样都要把自己的实力变强 别开玩笑了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野草 这时金念兹吃笑一声 我知道你是来蹭我热度的事吧 别以为是个雌星就能出名 接着金念兹在悄然间释放精神力 并且在十岁年龄的他 精神力就已达到了一级 这也是他最大的底牌 他想要告诉于宝 不是所有可爱的雌星幼崽都能出名的 下一秒路一川便赶忙抱起于宝 并释放精神力护住于宝的头部 他是雄性 不能用精神力攻击雌性幼崽 而此刻还在就餐的客人们都陆续跑到安全区域 但这时于宝却丝毫不受影响 他不知道金念兹突然睁大眼睛在干什么 于是小于宝严肃地说道 你给大家带来了困扰 本来吃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文言金念兹顿势气掌 你是说我不懂事 有本事别躲在陆少将后面 和我打一架 而且更让他生气的是 弹幕盈盈有人在说于宝更可爱 明明这些是他的粉丝啊 不行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 星际最萌右载的位置只能是他的 任何人都不能抢 小于宝也不懂他的脑回路 便疑惑地看向陆一川 见状陆一川脸色严肃 然后对着金念兹提醒 金小姐 我们家于宝才三岁 甚至还没有检测过精神力 您是想以大七小事强龄弱吗 金念兹也是一浪 他没想到陆一川会这样说 一时间有些下不来台 并且他身后的监护人 也是出来赶忙打圆场 金小姐也是一时冲动 陆少将别介意 此时金念兹还是不死心 那你和他解绑 做我的监护人 但再次遭到陆一川的拒绝 如果你想打 可以让你的监护人和我动手 开玩笑 十倍级的监护人 可能都不是陆一川的对手 况且以陆一川的身份 实在不能对对方驱打成招 想到自己一下午屡屡碰壁 金念兹气得直接扇了身边的监护人一巴掌 蠢货 要你有什么用 健壮 地旁的于宝眼睛都瞪大 他看向金念兹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养母 一生气就扇他打他 没想到星际时代 还会有这种家人的存在 为什么一家人还要动手 小于宝忍不住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金念兹一副无所谓的说道 问别人名字前 要先报自己的名字 小于宝现在对这个金念兹 没有一点好感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金念兹也是被弃笑了 什么香巴佬啊 才通网吧 对啊 我今天才有自己的光芒 于宝也是认真回应 毕时见于宝的身份被人猜疑 但是执政官和公爵们 早就考虑到了这方面 所以给于宝编编造的身份 让人信服 你既然对我有敌意 我们就不用交换名字了 于宝说完便拉着 陆毅川和司徒智昂舅子 走远后他鼻头一酸 哥哥 为什么家人之间 不能和平相处 以前他是被虐待的一方 现在身份转换 他也绝不当施暴者 哥哥 你们对我好 于宝也会对你们好了 小幼崽眼中的真挚 让两个成年雄性心头一动 从心头涌出来的暖意 让他们忍不住搂住小幼子 陆毅川轻轻擦去于宝的泪花 于宝 我知道你对我们好 我也要感谢你成为我的妹妹 而司徒智昂没有说话 他还没上于宝户口本呢 所以还没有资格说这些 而每个雌性幼崽们在18岁之前 统一都会住在幼崽保护基地 基地里拥有最强的防御系统 会安排各种课程 等到幼崽18岁后 便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离开保护基地 而雄性幼崽就不会受到那么多关注 他们在幼崽保护基地上玩基础课后 一般是前往军校 于宝以为幼崽保护基地 应该就是和福利院一样 一人一个房间 结果工作人员领着他 指着一座山说 那一片都是你的地盘 文言于宝顿时整个小嘴张成了O型 房子居然是庄园别墅 18岁后我还能住吗 于宝有些颤音的询问 当然可以 幼崽保护基地 不会收回雌性幼崽的居住权 你想来随时可以来 工作人员也是微笑地回应 并且还提示小于宝 我们每个月 我们会给您打一笔钱 当做零花钱 您想买什么都可以哦 工作人员解释好后就退了出去 由于这座庄园 是给幼崽和幼崽的监护人的 别人来都要登记 于是司徒之昂 直接申请了长期陪护 也住进了于宝的小庄园 此时小于宝 看着眼前小庄园 被冠上自己的名字 犹如自己做梦一样 以前在蓝星睡在狗窝的他 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住在别墅里 并且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原本型号还挺落后的 陪伴型机器人Q宝 也是装上了 最新研制的智能系统 变成了庄园的管家 Q宝以后 你就能吃最好吃的机油了 于宝开心的伸手摸着Q宝 太好了于宝 这样我就能给于宝 提供更好的服务了 Q宝也是眨了眨眼回忆 家具基本上都齐了 但是于宝觉得少了点烟火器 接着他便准备 在网上购买一些新鲜蔬菜 凭着于宝的身份 他的个人光脑 能购买最好的蔬菜和水果 但是在打开光脑后 他整个人却猛了 他原本是想看看 自己的零花钱一个月有多少 可结果一点开 竟发现自己的零花钱 竟来到了五位数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着 此时一道机械音 也从光脑传出 叮咚感谢我爱于宝 打赏了一万新币 于宝这才知道 自己居然成网红了 原来他也是拖了金念兹的服 让他再新网红了一把 而同时另外一边 金念兹看到了于宝的粉丝 在不断上涨 而且仅仅凭借一段视频 就出名上了热搜 顿时脸色气得火冒三丈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 还是来自同性的威胁 齐哥哥 你给我买几万黑粉 上网黑于宝 金念兹对正给他包葡萄的年轻雄性说的 文言那名叫齐哥哥的雄性愣了一下 这不太好吧小子 这不是搞辞尽吗 可下一秒他的脸色就出现了一个红印 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 金念兹怒目而是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和你强制解除监护人关系 让你进监狱 见此齐哥哥颤抖了一下 垂下眼眸点头答应 如果金念兹真的想要他进监狱 但是看到自己的粉丝成指数型上涨 还是有点惊讶 可随后又涌进一批人骂他的人进来 装什么呀 雌性就要有点雌性的样子 为了一个雄性让另一个雌性下不来台 这样好吗 我是于宝以前的玩伴 他以前是个小偷 偷了我的钱还不承认 于宝看到了也是傻眼 合着你们难道也是蓝星穿越的 因为于宝是第一次出现在新网上 大多数人是只见过于宝一眼 都不知道于宝的本性如何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为他说话 其中战斗力最猛的 就是在顶级餐厅吃饭的客人和工作人员 你们这些水军是金念子买来的吧 你报警把我抓监狱我也要说 于宝就是全星际最可爱最善良的小天使 于宝眼睛吵得越来越激烈 干脆直接关掉了帖子去干正事 接着他点开新网的购物软件 望着望着于宝的小手链盾 虽然他吃的东西是进化过的 但他毕竟是地球人体质 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里被污染过的食物 如果适应不了 自己会死吗 还是会变异成为怪物呢 于宝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于是穿着拖鞋跑了出去 而由于路易川是星际少将 相比之下陪伴的时间就司徒质昂比较多 随后小于宝便找到了 正在花园里浇花的司徒质昂 阳光洒在他身上 他的侧脸显得格外柔和 于宝走过去轻声询问 司徒哥哥这些水是被污染的水吗 嗯 但是于宝不要担心 已吃的食物是被净化过的 司徒质昂也是耐心的解释 水为什么会被污染呢 被污染后的水人类能喝吗 小于宝还是问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和瘦人比起来 人类是比较脆弱 但是经过一代代的自然选择 人体内也有了抗体 文言于宝的小脸一摆 感觉自己的肚子都疼了起来 那我就是要被淘汰的那一批人吧 见于宝难受 司徒质昂连忙丢下手中的洒水壶 一把抱起于宝 于宝怎么突然难受 路易川像是有心电感应般 连忙赶来了过来 可能是污染 司徒质昂也是急忙地为于宝治疗 但是结果让司徒质昂皱起了眉头 地旁的路易川的心都揪了起来 很严重吗 不是很严重 但是于宝的身体 居然没有一点被污染的痕迹 司徒质昂难难 纵使净化过的水也不敢保证百分百干净 但是人体大多能新陈代谢掉 人们也就不恐慌了 不过像于宝这样身体一点污染都没有的 倒还是第一个 见状路易川也是疑惑询问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他为什么昏倒 精神紧绷加上营养不良 太害怕了所导致的 司徒质昂面露难难色 于宝在害怕什么呢 为了得到三岁妹妹的宠案 星际上沙发果断的少将军 竟主动为其开始学习料理 只为做出最美味的食物 从而获得天使妹妹的安妇 就在刚刚 小于宝陷入昏迷的时候 两个哥哥一眼不眨地盯着他的检测装置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而在这时 路易川也接到了叔叔的通讯请求 于是在跟司徒质昂说了一声后 便快步走出医疗室接通电话 随后一个和路易川有三分相似的男人 便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他就是星际最年轻执政官 也是路易川的亲生叔叔 执政官阁下 路易川恭敬地称呼道 刚刚开会 你不打报告就离开会场 这并不像你啊 路易川 执政官一开口便充满了威严 闻言路易川连忙往外多走了几次 因为他害怕打扰到于宝休息 虽然房间是隔音的 我会自己去领罚 路易川不善言辞 他从小失去父母 而自己的唯一叔叔每天忙得飞起 也没有时间和他说话 因此他封闭了自己的情感 直到遇到于宝 才打开了心里的柔软 因为那个纯种人类幼崽 指挥官也是疑惑地询问 他现在是兽人联邦的公民 见此路易川连忙解释 他怕执政官因为于宝没有兽人血统 而强迫他离开于宝 我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能找个年龄相仿的慈禧 而不是一个幼崽 况且你的幼崽是纯种人类 你应该知道的 纯种人类很难有精神力 指挥官语气担忧 毕竟路易川是他的侄子 这点他也要为其考虑周全 路易川也在这时保证地表示 我不会失控的 而且执政官阁下 您还是先担心您自己呢 两人也是对视许久 最后执政官先败下阵来 随便你吧 等你的幼崽长大 说不定 不 我就是于宝的哥哥 我不会对他有非分之想 哪怕我死 我也不会让于宝受到一点伤害 路易川坚定地说道 又是一阵沉默 执政官轻笑两声 想不到你是个媚控啊 我倒也想见见 传说中的于宝是什么样子 最后希望你不要耽误钥匙 随后他便挂断了电话 路易川也是连忙想去医疗室 结果一转头 就看见小于宝居然躲在柱子后 而且只露出两只小眼睛 他心意紧害怕于宝听到了什么 这时于宝也是小心翼翼的开口 那个叔叔是路哥哥的家人吗 是的 他是执政官 也是兽人联邦的最高指挥官 路哥哥厉害 路哥哥的叔叔也厉害 于宝扯了扯嘴角 所以在料理课上从来都是溜出去实战 后来便直接申请不上这节课 毕竟对他来说 吃的吗 能吃饱就行 而且营养机又方便 还有不同口味 至于军校开设的料理课 说是为了让雄性们有放松多时间 实际上为了让雄性们掌握基本的做菜技巧 为了以后能讨好慈性 以前他对此也是嗤之以鼻 现在却有点后悔莫及了 但想比之下 司徒之昂却兴致勃勃 他可是在料理课每节课都拿Ethan 此时于宝在听到司徒之昂说自己身体倍棒之后 他也终于放心下了 开始享受当下 接着在脑海中搜刮着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最终决定先做一道简单的炒南瓜 这也是他最爱的蓝星美食 于是于宝买了一个南瓜 但结果这南瓜比他见过的南瓜大了五倍 冰箱都快放不下了 于宝 这怎么吃啊 陆玉川此时看着这大南瓜 有点好奇的询问 先洗干净 然后削皮 紧接着小于宝直接拿出了三条围裙 递给哥哥们两条后 想要给自己穿上一条 见到这一幕的司徒之昂也是连忙制止 于宝 你指挥就好 对啊 我们来就好 厨房太危险了 陆玉川也赞同司徒的提议 毕竟在星际规定诱宰必须以安全为主 可小于宝却不以为人 这有啥的 我又不是没拿过刀 随后他熟练的拿起刀战上小凳子 想先把配料切好 而一边的司徒之昂和陆玉川也是看得心惊胆战 两人几乎马上要跪下来的一副模样 于宝 还是我们来吧 对啊 你现在还太小了 闻言于宝被逗笑了 但想到这个世界的特殊规则也只能做吧 于是他决定把舞台交给了两位哥哥 接着陆玉川一只手就把硕大的南瓜拎起来 然后洗干净一刀劈开 但这一刀下去南瓜却少了一块肉 见此的小于宝又气又觉得好笑 陆哥哥 你把南瓜肉都弄切没了 见见地两人也是游刃有余 于宝也不管他们 开始自己家的桃米烧饭 我也想参与进来 这才是一家人呢 于宝义正言辞地说道 把饭煮上后 于宝又想到了自己最爱吃的小笼包 想着这边应该没有这种食物 好做一点明天早上蒸起来吃 于是他让Q宝给自己买了面粉 随后小于宝用手指抿了抿面粉的粉质 发现还挺不错的 接着转手把手指尖的面粉涂抹在陆玉川的鼻头上 陆哥哥好像一只小猫咪啊 于宝哥哥地笑起来 闻言陆玉川脸色一红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也抓起面粉抹向司徒制 三人顿时便笑成了一团 这时门铃响了 请开门吧 于宝以为是工作人员 结果却是金念兹 此时他见三人笑得那么开心 他有些不舒服 毕竟自己花高价请黑粉辱骂于宝 居然没有任何效果 你来干什么 于宝防备地询问 俗话说有金念兹在的地方就有直播 此时他的直播弹幕又炸 许许多多磁性不能在厨房干活的弹幕尽数弹出 而金念兹来找于宝的目的就是为了道歉 在几个小时前 他买了几万的水军事情被老妈发现 于是一条视频便被接通 一位金发碧眼的干练女人出现在屏幕上 在妈妈面前 金念兹收敛了许多 毕竟他最怕的就是老妈 此刻金念兹也是疯狂地在脑海中寻找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陆玉川是谁呢 金发夫人严肃地询问 提起陆玉川 他便有话可说了 陆玉川是最年轻的少将 陆氏家族虽然人少 而且他的叔叔更是我们寿人联邦的手里 你既然知道 还针对他的幼崽 金夫人一副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文言金念兹感觉很委屈 我查过了 那个宇宝没有任何背景 就是仗着自己可爱 可他话还没有说完便被金夫人打断 现在陆氏家族就是他的背景 知道你的所作所为让我们金家蒙羞吗 别的也就罢了 你现在针对雌性幼崽 还试图用精神力攻击他 如果扩散出去我们整个家族就得完完 金念兹虽有不甘 但还是听从了老妈的建议 开启直播去和小宇宝道歉 接着便有开头的一幕 我是来 此刻金念兹想要道歉的话堵在嗓子里 直播道歉让他羞耻地说不出话了 不过一想到妈妈说的话 他还是不情不愿地说上一声对不起 这时宇宝也有些惊讶 由于现在的直播设备不显眼 所以他并不知道金念兹开启了直播 还以为他是真心道歉 接着宇宝也是微笑地回应 没关系 但是以后不要再羞辱别人了 然后便邀请他一起吃饭 此时司徒这样按照宇宝说的 将一旁南瓜炒好端了出来 并且于宝还发现炒完之后 还剩一大半南瓜 于是想到后面可以做南瓜饼时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仿佛回到了和奶奶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随后小于宝也是拿起筷子 浅尝了一下司徒之昂做的炒南瓜 发现味道居然如此美味 微笑地不停夸奖他 司徒哥哥你太厉害了 我才复述一遍 你就完全复刻了呀 于宝 是你教得好 选的南瓜也好 司徒之昂脸色微红 也不顾陆玉川还在一旁 直接跟小于宝表示 于宝 那你想要给我一点警力吗 文言小于宝直接伸出手 拥抱了一下司徒之昂 身旁的陆玉川去后会 早知道就好好学做料理 然后连忙对着于宝表示 自己也会做菜 文言于宝也是伸手 那我们再做一个莲藕排骨汤嘛 并且他发现这个星际的快递十分迅速 只不过刚下单 就听到外面传来直升机的声音 机器人扫描了一下于宝 就将快递稳稳地放在地上 而此时一旁的金念兹 在听到于宝说的菜品后 也正在切牌 于宝则是在一旁指挥 放适量的盐 陆玉川愣住 适量是多少 然后小心翼翼地道了一声 并且生怕自己做翻车来 每个步骤都像拆炸弹一样 这也把于宝都笑了 陆哥哥 做菜最重要的是松弛感 而金念兹的直播间 也是一顿夸奖于宝的可爱 被冷落的金念兹看到弹幕上的话 又看到自己的粉丝在不断下降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然后对着身边正在咽口水的监护人 一巴掌过去 见金念兹生气了 于琪立马跪在地上 而这巴掌声也吸引了于宝的注意 看到眼前的场景他吓了一跳 见于金念兹和他道歉了 所以于宝好心的直接来到他面前劝你 他不是你哥哥吗 他是我第十个监护人吧 金念兹一脸的无所谓 别丢人现眼了 走 文言于琪快速起身 然后跟于宝道别 可于宝还是招呼他们留下来吃饭 金念兹没有理会 但他的弹幕却炸开了锅 全部都是请求于宝开直播 想要看看他的生活日常 于宝看着满屏的私信挠了挠头 陆哥哥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饭了 金小姐开直播了 陆一川也是迅速解释 于宝想到如今自己小小年纪 已经实现了经济自由 感觉都有些梦幻了 于是为了感谢网友 于宝决定开个直播和他们互动一下 陆一川健壮 主动帮于宝打开直播 于宝 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于宝看着直播镜头 有些害羞的挥了挥手 大家好呀 瞬间满屏的弹幕直接被刷爆 全部都是夸奖于宝可爱 健壮于宝看了谈弹幕 也是开心的微笑 陆哥哥 他们好像很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们 文言陆一川也是微笑回应 那于宝就和大家聊聊天嘛 说完他便朝着厨房干活去了 就这样于宝翘着小腿 熟悉这个直播形式 而身后则是陆一川和司徒之昂 穿着围裙忙忙碌碌 直播间的网友看见这一幕 也是直接刻起了陆昂CP 弹幕清一色的夸奖和赞明 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并不是 纪念资情的水君 毕竟陆一川可是很多名雌姓 眼里的梦中情人 但是陆一川常年征战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 居然已经成为幼崽的监护人 所以他们便极度地开始喷于宝 这时也有的弹幕表示 要当于宝未来的监护人和伴侣 于宝也一时间看花了眼 但也从中了解到了 这个星际的规矩 一个雌姓可以和多名雄姓 结成伴侣 他感觉自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 只不过是性别转换了一下 于宝眼睛不眨地盯着弹幕 从里面他也还了解了 陆一川和司徒之昂的情况 接着便随便和弹幕互动了一下 这时饭菜也终于出锅了 随后于宝便和网友们挥手告别 再见了 于宝肚子饿饿地要吃饭了 可网友们强烈要求 让于宝别关直播 于是他们开始给于宝砸钱 于宝看的眼睛都值了 难道星际的货币很不值钱吗 但是他还是应网友要求 没有关直播 陆哥哥 司徒哥哥 我开着直播你们不介意吗 两位雄性当然说自己不介意了 而于宝此刻的注意力被菜所吸引 他没想到还真被他们捣不出了三菜一趟 并且菜品个个都色泽鲜艳 陆一川这时也为于宝戴上了围斗 黄色小鸭子的围斗 让于宝看起来更是可爱 随后香喷喷的大米饭出锅 司徒之昂给于宝尝了一碗 就在于宝正想冻筷子的时候 发现两位哥哥都没有给自己盛饭 然后疑惑地询问 你们不吃吗 我要先服侍你试完 陆一川也是迅速回应 而司徒之昂则表示自己算客人 要服侍完于宝才可以吃 文言于宝叹了一口气 都说了是一家人 你们这样让我觉得很生疏 我会自己吃 我喜欢的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饭 于宝的眼眸中有了一丝泪光 见状陆一川和司徒之昂连忙道歉 然后便去盛了饭后坐在于宝身边 原本服侍七主和雌星幼崽是他们每个兽人的必修客 结果于宝的发言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于宝不让他们服侍吃饭 但他们还是止不住给他加菜 于宝也没说什么 吃得十分开心 然而这时 门铃再次想了 经济上掌管军事的无上工具 为了蹭一口天使宝宝做的米饭 竟主动担任起洗碗工的工作 甚至为了多吃两口 不惜连家务都一起承包 就在小于宝准备开动的时候 门外的铃声再次响起 于宝擦了擦手以为又是金面姿 Q宝也看了一眼 发现是罗兰公爵 随后便转身询问于宝需要开门吗 闻言小于宝一番纠结 因为在之前 他可是把自己喜爱的哥哥都打得奄奄一息 最后在思考一番后 还是决定叫Q宝把门打开 接着映入眼帘便是罗兰公爵开心地询问 于宝 我送你的礼物你收到了吗 闻言小于宝一阵无语 那些衣柜子粉色衣服是你送的 之前于宝在打开自己衣柜的时候 就被一堆粉色带着珠宝的连衣裙 差点没闪瞎了眼睛 他本以为那些是工作人员准备的 没想到居然是这个老闭灯 罗兰公爵也是喜笑颜开 喜欢吗 毕竟他当时可是问了很多人的意见 并且那些人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死性幼崽绝对会喜欢这些粉色衣服 此时小于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喜欢是喜欢 但也不可能一整个衣柜都是粉色 于是便客气地邀请罗兰坐下来一起吃饭 小于宝本以为他会客气一点 谁曾想直接就是一屁股坐下 并且还招呼路易川给自己拿一副碗筷 由于这几天他请假在家休息 闲暇无聊就刷到小于宝的直播 看着直播里那些美味的佳肴 让他鬼使神拆地来到了于宝的庄园门口 最后思索了一下才敲响了于宝的大门 此时直播间的弹幕也是炸开了锅 我去世罗兰公爵 还有一部分弹幕在哀嚎 我第一次那么嫉妒罗兰公爵 与此同时 罗兰只是尝了一口于宝的饭菜 就整个人停不下来 仿佛诱重奇特的魔力一般 原本还想等于宝吃完自己再吃 而一旁的路易川和司徒之昂也不矜持了 谁知道罗兰胃口多大 不知等下就没有他们份了 随后在小于宝吃完后 罗兰还询问可以打包吗 但下一秒就被司徒之昂和路易川驳回 于是就出现三人你真我抢的场面 就连盘子也要拿来办法 小于宝也是在一旁看得笑个不停 此刻弹幕也是开始怀疑小于有什么特殊身份 为什么公爵都和于宝一起 大家都一众怀疑他是罗兰公爵的私生物 有顿时埋怨起 看惹罗兰公爵生气了吧 此时小于宝还并不知道直播被关掉了 他饭后便被司徒之昂拉出去散步消失 如今硕大的别墅只留下了罗兰和路易川 这时路易川戴上围裙 并且也给罗兰扔了一体 你要洗碗吗 罗兰有些疑惑 毕竟现在人人都是用机器人干制笑的 文言路易川傲娇地表示自己乐意 你吃了我们做的饭 还不能洗得碗吗 罗兰公爵这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把于宝惹伤心 可这现在是为了给于宝报仇吗 好好好 拗不过你 罗兰公爵单身百年 生活技能满分 所以觉得洗个碗道也没有什么狠 而另一边于宝感觉有了房子后 才对着世界有了归属感 然后笑着对司徒之昂讲述了之前的遭遇 司徒哥哥 你知道吗 我以前寄人篱下的时候 超级想要一幢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穿越前他就行 人生的目标就是能吃饱穿暖 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原本以为这个梦想遥遥无期 结果现在这一片山都是他的 应该也会很喜欢这里 地旁的司徒之昂则是面露严肃 于宝 你想到什么了吗 他以为小于宝回想起自己被迫害的经历 于宝文言面露尴尬 哎呀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 然后连忙捂着自己的嘴巴摇头 见状司徒之昂也是转移话题 于宝喜欢兽人联邦吗 毕竟他也不想让于宝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 于宝也点了点头 喜欢啊 你们都带我很好 话说司徒哥哥 你的兽型真的是山羊吗 于宝突然好奇 他想知道这个世界的山羊和蓝星的山羊 到底有什么区别 因为他原本就很喜欢小动物 但蓝星小动物们也愿意亲近 可司徒之昂却脸色一红 接着害羞地表示去房间再变身 毕竟自从他能化人后 就没再变过兽型 现在要是变回来 他仿佛感觉就像是裸奔一样 小于宝也是脸开了嘴 跟在司徒之昂屁股后面回了家 就连罗兰公爵和他打招 他都没听见 陆遇川见状也想跟在于宝屁股后面 但是司徒之昂把卧室门一关 隔绝了陆遇川的视线 并且还见兮兮的调眉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 闻言陆遇川原本冷静的性子 顿时被点着 大声喊了一声开门 眼见门上没有锁 他想了想决定还是破门而入 砰的一声门被打开 陆遇川第一眼就看见了一脸惊喜的于宝 还有变成兽型的司徒之昂 陆哥哥你怎么进来了 于宝一边抚摸着司徒之昂洁白的毛发询问 因为司徒之昂的兽型 可小于宝认知里的山羊有些不同 司徒之昂白色的毛发异常柔软 两个羊角很锋利体型更大 因为被雌性幼崽注视着的缘故 他此刻昂首挺凶 整只羊都精神了 太可爱了 司徒哥哥你的毛发好柔软 于宝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但陆遇川看到后脸色铁青 就像是看见自己的大白菜被猪拱了一样 连忙把于宝抱抱起来 可小于宝却一脸疑惑 陆哥哥你怎么了 我是征求了司徒哥哥同意才摸到 闻言陆遇川也是立马回应 于宝 他毕竟不是你的监护人 不能随便摸 你要是喜欢 我变成兽型给你摸 不过他害怕自己的兽型会把于宝吓到 这时司徒之昂也变回了人形 衣服也是之前穿好的样子 小于宝见到这一幕也是感叹好神奇 于宝喜欢就好 司徒之昂脸色微红 目光柔和 陆遇川健壮也是红着脸表示 好了于宝 你要是喜欢 我也能变成兽型 毕竟雌性一般不喜欢食肉动物的兽型 他们会觉得太凶残了 他不知道于宝洗不洗 这时于宝也是点头回应好 他可是最喜欢小动物 由于时间太晚了 司徒之昂作为于宝的私人医生 也是催促于宝去洗澡睡觉 我去给于宝洗澡 司徒医生快睡吧 此刻陆遇川看司徒的眼神里都带着杀医 这小子还想给我家宝宝洗澡 门都没有 司徒之昂咳嗽一声 也没有再得寸进尺 他被雌性诱宅抚摸已经很荣幸了 抱到浴室 准备服侍于宝洗澡的时候 小于宝一把便抓住了他的双手满脸害羞 哥哥啊 于宝会自己洗澡 然而在星际时代 一般监护人伺候小幼崽洗澡是十分常见的 特别是于宝这么小的幼子 而且伺候幼崽的生活起居 甚至是美名雄性的必修客 但是于宝却制止了他 让他出去 又想到刚刚于宝摸着司徒之昂的兽型 笑得那么开心 对比了一下陆遇川心里顿时产生了强烈的落叉 一瞬间他的脸顿时垮不下来 他一边试着水温一边委屈巴巴的询问 于宝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 于宝见状连忙摇头 没有呀 只是我不习惯别人帮我洗澡 因为他可是蓝星穿越而来的 男孩子帮他洗澡可太羞耻了 陆遇川也是点了点头 那我帮你放好洗澡水 于宝闻言只能看着陆遇川调好洗澡水 在处理完一切后 陆遇川还不忘提醒洗好后裹上浴巾 我就在门外 你要是有什么事就喊我 最后叮嘱完便退了出去 见状于宝长舒一口气 终于可以洗澡了 而由于泡在浴室太舒服 禁锢之不觉中沉睡了过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这一睡就睡了三天 而且这一睡让陆遇川内疚的仿佛老了一百岁 于宝 于宝 陆遇川就像一个忠诚的护卫手在浴室门口 但是随着泡澡时间越来越久 他开始慌了 呼唤于宝的名字 但回应他的只有Q宝的声音 因为于宝害羞 所以他关闭了Q宝的监察系统 一时间大家都没有发现他已经睡了过去 陆遇川此时暗中说一声得罪了 便用尽全身力气推开房门 但却看到了令他差点心肝寸断的音乐 此时浴缸上只留着于宝的一只手 他整个人都沉了下去 见状陆遇川眼睛瞬间冲血 冲过去把于宝从水里捞出来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浴巾披在他身上 然后大声呼喊司徒之昂 一瞬间司徒之昂的房间灯迅速被打开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走出了门 陆遇川也抱着于宝赶忙叫他检查 于宝在浴缸溺水 怪他 他不应该把于宝放在那么大的浴缸里 不应该守在门口的时候都没发现一场 想到这陆遇川还重重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地旁的司徒之昂也没时间安慰陆遇川了 随后连忙检查了一下发现于宝非常健康 你确定于宝是溺水了 文言陆遇川描述了一下当时的场景 于宝的肺部肯定有水 他又不是真的渔了 我可能泡水里那么久都没事了 司徒之昂也是回应 可是按照我的检查看来 于宝很健康 就和白天那次晕倒一样 你确定检查没问题吗 陆遇川冷着一张脸 额头上溺出薄薄的汗水 没问题 只能等于宝自己醒来了 司徒之昂也是立马做出肯定的回答 于是两人只好静静地陪伴在于宝身边 此时于宝躺在医疗舱里神色安详 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晕倒好几次 在梦境里 他看到了自己短短的六年多的时光 突然黑暗中一道声音响起 对于这个词于宝很是陌生 飘渺的声音越来越远 于宝忍不住流下眼泪 难道他的妈妈在这个世界吗 在虚空里没有一个人 随着妈妈的声音消失后 他又感觉自己是孤身一人 于宝挣扎着醒过来 看着眼前帅气的男人 不禁喊了一声陆哥哥 但同时又看到对方的黑眼圈 等不住笑出声 陆哥哥昨晚没睡好了 岂止昨晚没睡好 陆遇川这三天可是寝室难安 太好了于宝醒了 宝贝担心思姐姐 沈洛艳得知于宝昏迷的消息后 马不停蹄地感难了 由于于宝还小 而陆遇川知道于宝 比一般的雌性幼崽还要羞涩 所以他只能拜托洛艳来给于宝擦洗 虽然有机器人吧 但是他总怕机器人弄疼于宝 快来喝点粥 司徒之昂端着温热的小米粥走 于宝 你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我感觉还可以 于宝也是摇了摇头 接着点开光芒 发现自己的私心又爆炸 怎么睡了一觉 又多了那么多私心 文言司徒之昂也是立马回忆 于宝 你这一觉可是睡了三天三夜啊 那么久 小于宝有点吃惊 我是得了什么病吗 于宝 你有没有感受到精神力 因为一般兽人都是七岁觉醒精神力 他们翻阅了许多古书 只有一页记载过 很少一部分人觉醒精神力前 都会莫名其妙的晕倒 精神力是啥 于宝没有体会过精神力是什么感觉 但是他知道 精神力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他又不属于这个世界 见于宝�皱起眉头 可爱的宰子 沈洛艳也是在一旁连忙附和 走于宝 姐带你出去玩 沈洛艳此刻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把于宝带出门 心机大佬宠爱的天使幼崽 在听到自己最爱的哥哥 会在未来因情绪直视控发狂 竟毫不犹豫地加入科研机构 只为研究出最好的解误 来拯救他心爱的哥哥 就在刚刚 沈洛艳提出想要带于宝出去玩的想法 实际上是想要博得于宝欢心 抢一个监护人的名号 原本之前他还想着 自己以前也是当过雌性幼崽的人 结果在和于宝分别后 他就时常会想起他 刚好在他准备睡觉之时 就接到了陆玉川的求助 随后便立即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并且他还将自己的行李一并搬回 因为他当幼崽时的别墅刚好也在这里 这时司徒之昂直接制止了他的建议 路行让于宝再休息一会儿 小于宝文言表示自己如今身体上有无限的力量 而且他也想和沈洛艳多接触 于是对着司徒之昂撒娇 我都睡三天了 不过雌性幼崽可以请专门的家教 不用和雄性幼崽过多接触 可于宝还是渴望伙伴们一起的时光 毕竟在前世蓝星的时候 他本就很期盼地上小学 历时他的养母还保证 只要他表现过好 那么就会送他去上学 于是小小的他承包了家里各种家务 干得很卖力 可结果就在前一天 养母说压根没给他报名 并且还扬言家里哥哥姐姐需要读书要很多钱 我们家能给你一口吃的就不错了 于宝那时也表示 自己的奶奶给他存了很多钱 可恶毒的养母却称那是给他们的 回想到这里 于宝无比认真的表示 我要去上学 文言众人都是有点惊讶 毕竟这个星际上 几乎所有的雌性都很讨厌上学 就连沈洛艳都不例外 不过好在雌性能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学习 此时小于宝见两个哥哥点头 也是开心地笑着招手 跟着沈洛艳就出门了 来到大街上 于宝对一切都感到兴起 由于前几天他很拘谨 都没好好看这个世界 随后沈洛艳便带着于宝走进一家甜品店 这是星际最有名的甜品店 宝贝 想吃什么随便点 于宝看着菜单上各种五颜六色的甜品 都有点看花了 不知道该点什么好 于是沈洛艳便点了一大堆甜品 将其一个个投味给小于宝 可于宝在吃了第一口后 却皱起眉头 他发现这个蛋糕居然比蜂蜜还甜 沈洛艳也在此时感慨摇头 水果做成了甜点 这是咱雌性才有资格吃的 于宝听后感觉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只能女孩子吃呢 这样多不公平呀 沈洛艳有点惊讶 于宝 你还是第一个说这话的雌性 然后戳了戳他的脸颊解释 谁让雄性太多了 雌性太少了 物资有限的情况下 就先向雌性倾斜了 文言于宝也是伸手邀请 店姐姐 改天我做给你吃吧 而于宝原本还秉持着 不浪费食物的原子 想要把甜点吃完 但是吃了一口后 发现实在是太甜蜜了 她感觉兽人和人类之间的 有些差异 接着皱起眉头 思考好一会询问 店姐姐 人类皇室那边也吃营养剂吗 也大差不差了 他们能净化水源和食物 口感自然比我们这边要好 沈洛艳说完有点担忧看向他 于宝 我们这边的食物不合你口味吗 可于宝还没有回答 就被一阵嘈杂声打断 见状沈洛艳连忙起身 把于宝固在身后 难道是受人失控吗 这时蛋糕店老板 也是赶忙出来道歉 哎呀 你被解雇了 下一秒 一个少年被狠狠地从后厨大门推出 摔在地上 于宝顺着声音望过去 只觉得有几分眼熟 少年转过头对上了于宝的眼睛 但随后又立马低下头 满脸的自卑与窘祸 于宝见状有点心疼 随后拉了拉身旁沈洛艳的袖子 店姐姐 幼崽不是都住在幼崽保护基地吗 因为她见到少年的模样 就仿佛想起自己儿时的时光 此时沈洛艳摸了摸于宝的脑袋 只有雌性幼崽 和一些家里有势力的雄性幼崽才能捉 于宝点了点头 此刻少年跪在地上 收拾着在掉落的物品 老板见于宝的视线被少年吸引 他咳嗽两声朝少年走去 顾怀生 我们家厨子脾气有点大 你别放在心上 我多付你一个月工钱 你学费应该是够了 接着顾怀生也是从地上爬起来 礼貌地对着老板感谢 少年也就十几岁的模样 他与于宝对视一眼 什么话也没说就往门外走去 慢慢地消失在众人视线 于宝目送着少年离去 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现在生活安逸 账户里的钱够他生活一辈子 这给了他一种世界上 好像没有穷人了的错觉 今天这一趟出来他才发现 原来还有人吃不饱穿不暖 为了学费出来打工 随后于宝小心翼翼地 向老板打探顾怀生的情况 老板说说 他家里很穷吗 老板也是立马解释回应 他呀 是被人从垃圾心带过来的 这时一旁的沈洛艳也是解释 垃圾心是一些犯罪分子的聚集地 那边没有秩序实力为王 而且资源非常匮乏 于宝 你要是听到有人是从垃圾心来的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接着老板毕恭毕敬地表示 这小子失了记忆 在垃圾心以捡垃圾为生 开始有贵族雌性看中他 想做他的监护人 结果被他拒绝了 你说这有什么不好 说不定以后就不用担心会失控 说着说着老板有点惋惜 便姐姐 失控了真的便不回来了吗 因为于宝有看过科普 雄性失控后将变成野兽 会无差别攻击任何人 沈洛艳看着满脸担忧的于宝 摸了摸他的头安慰 我们正在努力 接着挑了挑眉 怎么样于宝 以后要不要来我这儿当科研人员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路易川把家里所有有危险的地方 都贴上了防撞海面 他怕小于宝又再次昏倒 司徒之昂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路易川头也没抬 我现在才知道雌星幼崽是多么脆弱 特别是于宝 万一不小心晕倒了那怎么办 路易川叹了口气 沈洛艳公爵不是正在研制 控制氏控制的要紧吗 说不定我能等到那个时候了 毕竟和于宝签订监护人的契约时 他就从未想过自己 司徒之昂也是表示 好在于宝通情达的 我建议你过几年后 还是找精神力强的成年慈性 好压制自己的氏控制 搞完一切后他还提醒路易川 我去工作了 可能几天都回不来 于宝这几天的饮食你多注意一些 转眼间 硕大的别墅只剩下了路易川一个 寂静把他包围的有些窒息 看了看表 还不知道于宝什么时候回来 此时小机器人朝他走了过来 路哥哥Q宝陪着你 由于Q宝这几天一直跟着于宝 所以说话的语气也和于宝很像 路易川见状扭头询问Q宝 你知道小龙包怎么做吗 Q宝检索了一下 以为您找到古书记载 路易川点开一看 感觉步骤十分麻烦 但是他还是耐着性子 因为自己的小于宝爱吃 接着按照古书师普尝试做小龙包 Q宝也在一旁提示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失败了恩赐之后 终于做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小龙包来 恰好这时 他突然收到了一则消息 点开一看 差点就要把手中 好不容易成功的小龙包捏 只见沈洛艳搂着于宝 并且于宝的户口本上 还填上了沈洛艳的名字 小鹿弟弟 请多指教 以后我就是你大姐 沈洛艳开心的挑了挑眉 于宝我先带走了 我带他去我的工作地方看看 但路易川却着急了 医院都是病毒 你带余宝去医院干什么 沈洛艳也是立马做出回应 错 我带他去的是科研中心 因为余宝也想去 此刻路易川觉得 肯定是对方把余宝轰走 于是他决定 直接打了个视频给沈洛艳 余宝呢 文言沈洛艳打句道 哟 小鹿弟弟 你脸上怎么摆摆的 路哥哥 我在这里 小余宝也是举起双手 见此一幕路易川有点生气了 声音更是提高了八度 你把余宝放失中装置里 文言小余宝伸手解释 路哥哥 是我自己想锻炼一下身体 恋姐姐说这个很安全的 因为他在里面 感觉自己身体能飘起来 觉得很神奇 并且他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人就飞走了 就是这样 我们等会儿回家吃晚饭 原本他是想带余宝吃食堂的 但是他看到路易川居然做好了饭 于是就打算回去蹭个饭吃 毕竟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此时余宝玩了一会 就感觉自己的头一阵炫愈 眼看着就要往下搞 好在最后余宝被沈洛艳接住 其实沈洛艳也吓了一跳 余宝 是不是滴血糖了 还好吗现在 接着他连忙拿出一颗糖给余宝 还行 余宝晃了晃脑袋 从沈洛艳的怀中站起来 这里好好玩 我们下次还来好不好 因为他感觉这里就像是健身房 可又比健身房好玩多了 由于雌性又在眼睛闪亮亮的 所以一旁日常锻炼的雄性们 忍不住回头看向余宝 并且有几个雄性仗着和沈洛艳认识 走过来就想和余宝打招 沈公爵 被说老会难过 所以连忙反对那名雄性 见雌性又在生气 那么雄性也是连忙弯腰道歉 小妹妹我开玩笑的 沈洛艳也表示无所谓 好了 我们下次再来 走吧余宝 此时的星际庄园内 陆玉川已经蒸上了小笼包 并且又把昨天的菜复刻出来 而且他知道余宝喜欢吃甜 又多加了一勺糖 他是吃了一口非常适合余宝 就这样忙完后静静地等待着余宝回家 而在这时余宝也回来 一进门就闻到了菜的香味 就连一旁的沈洛艳 也不争气地咽了口水 因为昨天罗兰就给他们发过照片 他匆匆瞥了一眼 觉得脉相很普通 以为没什么特别的 结果今日一看 肚子就仿佛饿了千百遍一样 辛苦陆老弟了 谁是你老弟 闻言陆玉川一把余宝抱到椅子上 这时余宝的小鼻子耸了耸 我好像还闻到了包子的味道 陆玉川轻笑一声 连忙端出六个小包子 小包子小小的一个 白白胖胖很是饱满 余宝看见后也是惊叫出声 他没想到陆玉川居然真的做出来 接着余宝咬了一口后赞叹不绝 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啊 一旁的沈洛艳也是带着一丝怀疑吃了一口 眼睛顿时瞪大 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陆玉到底是谁发明了营养剂 然后也不管淑女形象 连忙八犯 这时陆玉川对余宝提示 余宝 你现在要不要开几分钟的直播 你的粉丝们知道你昏迷了三天 都有些心急如焚啊 文言小鱼宝点了点头 随后打开了直播间 瞬间人数立马爆棚 接着他便开始对着观众 介绍起自己正在吃的小笼包 你们好 这个是小笼包 是我的陆哥哥做的优 下一名 弹幕就被小鱼宝的动作蒙翻了 也有弹幕表示这玩意真的很好吃吗 并且还叫小鱼宝弄个抽紧 送一点给他们吃 鱼宝见状看向陆玉川 在获得他的同意后 鱼宝便立马打包了六个包子装在盒子里 那就抽一个幸运观众吧 小鱼宝有些歉意 毕竟自己那么多粉丝 就抽一个有点不合理 于是连忙解释 等过几天我多准备一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直播间的观众也是非常紧张 毕竟直播间几十万观众里 就抽一位幸运观众 而且鱼宝还表示 抽到的可以开视频和我连线 此话一出 弹幕更加不淡定了 能吃到包子就算了 还能获得和鱼宝连线的机会 这简直就是做梦都不甘心 接着在抽到幸运观众的时候 于宝便将其打包好快递发了出去 因为只需几分钟就可以送到 此刻直播弹幕也是疯狂刷屏 到底是谁收到 快申请连线 便见大家失控的样子 于宝连忙安抚 大家别生气哦 说不定小笼包不合你们口味 如果喜欢 我有的时间还会抽奖的 等会还会将配料表和步骤发出来 直播间的人见于宝在安抚他们 也是纷纷表示 逗女玩的于宝 我们都是情绪稳定的大人 所以到底是谁 抽到奖了呢 是受制最强的星际执政官 也是星际少将唯一的叔叔 更是人类女皇最爱的男女 如今却蹲守在天使宝宝直播间 只为抽取她独一无二做的美食 用来治愈自己多年的暴躁内心 就在众多网友猜测 是谁抽到于宝礼物时 执政官看着自己手中 包装精美的盒子 陷入了沉思 他自己都没想到 只是偶然看一下直播 就直接中奖了 于宝也在直播间表示 可能人家不愿意连麦哦 大家不要灰心 下次还有这种机会的 文言弹幕也只好做吧 并且不甘心地发出各种评论 真不知道谁被抽中了 真浪费 此时一名小旗的执政官 正想伸出手指缓缓地点击连麦出 同时陆毅川见许久没有人回忆 于是立马声明 既然幸运观众不愿意露脸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然后鉴于宝点头 所幸也将直播关闭 丝毫不顾万千网友的抗议 而此时执政官原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想要申请连麦 没想到刚点击下去 屏幕上却显示直播已关闭 执政官连忙将于宝直播间抽到的小笼包藏在衣袍下面 然后立马回绝表示 今晚我要开会 不见 执政官阁下 突然门外一个黑发惊眼的男人自顾自地走不进 他的眉宇间带着一丝高傲 你已经拒绝我们女王三回了 三回诸德亮都出山了 为什么您还是请不动呢 虽说兽人战斗力强悍 但是他们人类女性 可是有着净化水源的能力 如果没有他们 兽人联邦不可能喝上干净的水源 再加上他最近颇受女王宠爱 所以难免有些不知好歹 见状执政官神色淡淡 我的晚饭已经到了 所以恕我不能赴约 可男人却还是不死心 你们兽人哪有什么好吃的食物 女王可是特定命武 星级厨师做了二十道美食 执政官听着也有些烦了 直接大手一挥命令士兵将男人请出去 随后男人回到女王身边后 天犹加粗地把今天执政官的行为说了一遍 然后小鸟一人般地缩在女王的怀疑 女王 您是不知道执政官阁下的态度 要多恶劣有多恶劣 因为他害怕受到女王责妇 所以提前一步把错都推在执政官身上 此时女王神色庸懒 伸手放在男人的头上轻轻抚摸 闭头秀发自然垂涮 最近他对小白花类型的男人很有兴趣 所以对他多加宠信 而男人也很卖力地展示自己的优点 如果能趁受宠的这段时间怀上自己的孩子 那么他就能改写自己的命运 接着贴在女王身边暗示 女王 我已经植入了子宫 然而女王却没有施舍给他一个眼神 自顾自地打开个人终端 随后一个巴掌甩在男人的脸上 男人也是委屈地流着眼泪看着女王 女王陛下是遇到什么男士了吗 没关系的 阿古愿意和女王陛下分忧 闻言女王冷笑一声 你在兽人联邦不是很厉害吗 因为就在刚才他收到了匿名发来的信息 点开一看才发现 是阿古在执政官面前高傲的样子 你是想引起两国争端吗 女王陛下的眼神就像刀片 直接就吓得阿古变成了筛子 随后趴在地面恳求原谅 阿古只是不想看到女王陛下一次次受伤 请女王陛下原谅我 和女王并没有选择原谅他 直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他本以为阿古还算老是可爱 所以派去请执政官阁下 结果直接将执政官惹得非常不开心 正当他想让人把阿古拖出去掌握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一个神秘包 随后将其打开 就见执政官棱角分明的脸庞就出现在他面前 尊敬的女王陛下 恕我今晚不能赴约 这条项链算是我的赔罪 希望女王陛下原谅 女王健壮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微笑 然后拿起项链 朝自己的脖子比划了一下 与此同时的执政官这边 他收到了于宝准备的小笼包后 就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接着打开快递 于宝的小脸就浮现在他面前 你好呀 幸运观众 希望你们喜欢 随后说完这段话后 影像就在他面前消失 健壮执政官咳嗽两声 感觉到小于宝还真可爱 难怪自己那个冷冰冰的侄子都被融化 此时小笼包还散发着热气 执政官优雅地拿起一个放到嘴里 软绵绵的口感配上浓郁的汁 一口就直接吞下肚 他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六个小笼包便全部进入到他的肚子 随后清洗完双手开始思考 得趁饭点的时候去见一见小于宝 毕竟他感觉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此时小于宝的别墅庄园内 路易川见于宝吃好饭 便想着带他去外面消化一下 而沈洛艳也得回到自己的实验室 因为他今天陪了小于宝一整天 有点挂念他的实验进度 然后便骑上自己的飞行器 跟小于宝告一 哎 当小孩子真好 于宝我先去工作了 但其实雌性完全不用工作 论他们的地位 且不说每月的雌性补贴就花不完了 更何况雌雄比例悬殊 每一位雌性后面都眼巴巴地 跟着一大堆雄性 而且联邦的人会先把这个雌性 家里的雄性都调查一番 如果存在虐待情况 就直接送监狱 假如是雄性没用 那就直接修掉没用的雄性 让雌性重新挑选几个能干的雄性 可以说雌性在寿人联邦 就是一朵温室里的话 但是这些沈若燕子嗤之以鼻 雌性就一定要被圈养起来吗 他很要强的好不好 他也要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不是躲在雄性的保护下 此时正在散步的于宝一边蹦跋着面倒 放后走一走 活到99 陆玉川却有点疑惑 为什么才活到99 于宝文言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立马改口是活到990 然后又询问陆玉川现在的失控值是多少 面对于宝的突然发问 陆玉川有点慌张 害怕于宝是不想让自己当监护人 但面对于宝的询问他不敢撒 随后坦荡表示28 而28对于如今只有20多岁的陆玉川来说 已经是这个年纪相对很高的一批人 如果我没有精神力 是不是就不能安抚哥哥 于宝有些苦恼的说道 但下一秒陆玉川的脸却突然红了起来 就连说话都有点结巴 于宝 你 你想安抚我 文言于宝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 但陆玉川连连摇头 于宝我发誓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他猜测可能是于宝还不知道 让失控值下降的条件是什么 不过还是有些感动 于宝 这不是你现在要操心吗 你现在只要开开心心长大就行了 以后于宝你一定会被很多优秀的雄性喜欢 说到这里 陆玉川的心梗了一下 想到一堆年轻的雄性跟在于宝屁股后面 他就忍不住想把他们抱的 一瞬间陆玉川的思绪就飘到了外太空 不过还是微笑地摸了摸于宝 非法 不用着急哦于宝 我们还有四五百岁的时光 你现在就是要好好享受 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哥哥永远都会全力支持你 恰好这时 散步途中的金念兹突然而喊了一下于宝 文言于宝也是立马转头 你有什么事情吗 而陆玉川见这个对于宝有些危险的雌性柚子 也是将于宝连忙抱起 接着语气冷淡地喊了对方 金小姐 你有什么事情吗 文言金念兹忍不住往陆玉川脸上看去 他知道自己和陆玉川是不可能 他是个实施物的雌性 明白了自己之前的行为太过任性之后 对陆玉川也是死心了 再加上妈妈说 连沈若燕公爵都成为了于宝的监护人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把于宝当成自己的敌人 随后对着于宝伸手表示 我不会抢你的监护人 你吃晚饭的时候 我也看了你的直播 他是不会承认自己在看对方直播的时候 差点口水流出了 那个白面味的吃屎 能对我尝一个不 金念兹语气有些尴尬 今天他没带监护人 是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出来 毕竟要是被监护人看到他这副样子 那还得了 于宝文言也有点不好意思 真可惜 没有了 还有一份寄给司徒哥哥 见此好不容易补起勇气的金念兹 顿时觉得有些羞愧 眼睛微红的询问 一点都没了吗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吃 是家里的监护人想要尝尝 我为了他们才想着来问问 然后又一副傲娇的表情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吃了 毕竟我可是金家大小姐 家里什么吃的没有 我只是觉得你那个小玩意儿有点兴起 金念兹装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于宝也看出此时的金念兹好像要碎掉了 于是好心打断他 小笼包是没有了 但是我们晚上的菜没吃完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再听到剩菜剩粉 金念兹脸色也是瞬间变化 什么 你让本小姐吃你的剩菜 小于宝文言也是连忙打了板小手 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确实 让一个大小姐吃我的剩菜 人家肯定不开心 可话还没有说完 金念兹便插腰的表示 嗯 也不是不行了 既然你都这么邀请我 我就勉为其难的跟你说 于是金念兹就跟着于宝 把晚上剩余的饭菜都解决完了 然后摊在椅子上打了个宝贝 于宝 都怪你 要是我以后饿死了 一定是因为你 于宝文言表示自己可不背这口大锅 既然你吃完了 就回去吧 我等一下要洗澡睡觉 金念兹看了看时间 也确实该走了 随后走之前还跟于宝提醒 虽然陆玉川是我的梦中情人 但是我要和你说一句 不要对雄性太好 要不然他们就要爬到你头上了 该罚就得罚 于宝听见后却有点生气 呸呸呸 给你吃饭了你还说我的哥哥 然后直接将金念兹推出房门 金念兹倒也没介意 摆了摆手后就走开了 把烂摊子留给于宝 地旁的陆玉川也有点内疚 于宝 金小姐说的对 是我没照看好你 你还是罚我吧 陆玉川低下头 你不愿意罚我 那就提个要求 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于宝也是询问 什么要求都可以吗 随后见陆玉川点头 也是坏笑的说道 那就罚你明天早起 给我准备便当 便当 陆玉川也是有点猛逼 他们这里的兽人带的便团 里面一般都是放着一根营养剂 是这样的 于宝见状也是拿出话 勾勒出一个便当的大智模样 见此陆玉川点了点头 但于宝明天想吃什么菜 只要你把步骤写下来 我都可以做 陆玉川十分自信 而这份自信来源于 独自将小笼包做主 此时于宝也是开心的点了点头 哥哥的惩罚就是这个 现在我要给哥哥奖励 说着于宝神秘兮兮的凑近陆玉川 现在我要给哥哥奖励 说着于宝神秘兮兮的凑近陆玉川 来了来了 带陆玉川闭上眼睛后 于宝便在自己空间牛里翻掌了一阵 因为今天沈若燕公爵带他出门后 就肆无忌惮地给他买了很多东西 平时他的工资也不怎么用 如今带于宝逛街才拥有了用武之地 像什么相钻的头绳和公主群 通通一一打包带回家 甚至于宝多看两眼的东西 他都会二话不说地付钱走 而在街上逛街的于宝 也想起了爱他的哥哥们 于是精挑细选买了很多 此时陆玉川闭上眼睛后 感受到于宝的小手轻轻在他眼前掠摸 随后一种冰凉的触感落在了他的额上 他心中一动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于宝手中捧着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 并且上面雕刻着精致的图案 仿佛真的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这是啥呀 于宝 陆玉川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于宝也是微笑地将令牌递了过去 这是给你的奖励哦 听说这块玉佩能保平安 希望他能护佑你 我让老板刻了你的名字 让你的失控制下降 随后于宝还指着于宝上小经理表示 这条小约束 这样我就可以永远陪伴在哥哥身边 闻言陆玉川心中涌起一股暖 紧紧握住玉牌 他发誓一定要守护于宝送的礼 就算是神明他也不会交出 突然 玉佩微微发热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暖意 紧接着 于宝上的小经理仿佛活了一半 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轻轻游动 好神奇啊 地旁的于宝见此也忍不住惊叹 这玉佩好像知道你是他的主人了 这时路易川本还想说些什么 结果司徒之昂便发来通讯请求 于宝 你的礼物我收到了 很好吃 司徒之昂的眼神十分温柔 于宝也有些不好意思 嘿嘿 是路易川哥哥做的了 他有些疑惑 明明是路易川哥哥做的小笼包子 怎么大家都来感谢他呢 他可不是一个爱抢功劳的小孩呢 见此路易川也是微笑地摸了摸于宝的小脸 没有你的配方 我可做不出来 毕竟那么复杂的步骤 还要放那么多条量 有这时间他不如多打两套军体拳 如果不是想着于宝想吃 他肯定也完成不了这道美食 对了 我给司徒哥哥也带了礼物 于宝说着便在他的空间牛里翻找着 可路易川却有点不开心 原本还以为自己是于宝的唯一呢 不过想了想 雄性可不能为这种事情吃醋 于宝已经对他很好 于是他只好使劲摇头 把这些不好的想法摇出脑袋 这时于宝也拿出了自己准备要送的礼物 司徒哥哥老是要出差 就给你带了这个头枕 是小羊款式的 是不是很可爱 小于宝期待的眼神看着司徒志昂 等会我给你记过就 司徒志昂文言也是微笑的活命 很可爱 只要是于宝送的 我都喜欢了 等寒暄一阵后 司徒便开始询问于宝今天的饮食和身体情况 在得知一切很稳定 也是放心了下来 于宝 你明天要上学了 我挑选了一些文具 你看到了吗 这时路易川暗叫一声不好 他知道上学的学校是会发文具的 加上自己的空闲时间都在下厨 所以一时之间没有给于宝买文具 如今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于宝 把司徒志昂准备的小书包背在身上开心转圈 司徒哥哥于宝很醒 虽然他有空间里 但是背书包是于宝十分渴望的一件事 他觉得上学就是要背着书包去才有仪式的 同时路易川的个人人终端上显示上 他有一个包裹在门口 随后他打开一盘 是一整套的学习用具 和一套精致的学生服 接着路易川打开消息 便看到了执政官的留言 快递收到了吧 就以你的名义给于宝 路易川见此却拒绝 不用 我自己会送 随后他便将这件学士服递给于宝 于宝有些疑惑 这是路哥哥送我的礼物吗 见此路易川迅速解释 不是 是我的叔叔 你可以称呼他为执政官格险 或者也可以叫他叔叔 于宝也是微笑地点了点头 那以后就叫叔叔吧 这时司徒志昂送完礼物后 也是对着于宝告别 但于宝 记得早点休息哦 我给你调制了安神的香薰 你可以放在床边 说完他便关闭了视频通话 此时在某处星球的衣物室内 司徒志昂看着面前摆放着的一个小小的包子 眼神有些暗淡 他也想光明正大的陪在于宝身边 而不是以营养师的身份 这时他身旁一名雄性走过来询问 你真的要去垃圾星 以你的能力 去那里都得被八皮抽筋 死不了 如果我快死了 你记得来救我 此时司徒志昂眼神坚韧不拔 对了 如果于宝有寄来什么东西 你不要偷看了 就放着等我回来 随后说完他便出发前往垃圾星球 此时于宝看着自己收到的礼物 司徒志昂送的是可爱类型的文具 和白粉配色的双肩包 而执政官送的是 简约配色的文具和一个米黄色的书包 还有一套蓝白配色的水手服 于宝看着衣服有些疑惑 执政官阁下知道我的尺码吗 陆一川文言也是叫于宝试试他 但不得不承认他叔叔比他想得周到 不够仔细思考 之前他还对自己成为了 人类幼崽的监护人颇有预警 如今却突然送起礼物 他有些怀疑自己叔叔 是不是也想当于宝的监护人 想到这里 陆一川也赶紧上网 买了一套粉白配色的水手服 快递也是十分迅速 几分钟后就送到 接着在于宝穿着小裙子出来的那一刻 陆一川就直接把自己买的裙子 往他的怀里一塞 然后一脸期盼的眼神 于宝 试试看这件 是不是很配你的书包 其实他是有私心的 他希望于宝能穿着自己的裙子去学校 此时于宝对比了一下两条裙子的款式 发现确实是很配他的书包 然后对着陆一川询问 这条裙子也是执政官阁下送的 见此陆一川也是开心的回应 不是 这是我送的 由于今天收到的礼物太多 于宝都有些看不过来 直到洗完澡 于宝都没有冷静下来 他不知道星际时代的学校教些什么东西 但不管是教什么 他都会好好学习 因为他在前世就十分渴望上学 所以自然不会傲慢地对待学习 随后他打开自己的光芒 发现有类似微博的软件下面 有很多人给他留言 他想了想 发了第一条动态 于宝明天要去上学了 好开心 只是短短的几个字 居然一下子就上了热搜 评论更是蜂拥而致联 并且沈洛艳也在于宝的动态下面活服 这是我妹妹哦 苏千辛也是回应 好家伙啊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连罗兰公爵也猛逼了 我靠 一觉睡醒家被偷了 这是五区的公爵前多多则评论 于宝 上次见面我都没和你说上话 我是五区负责经济建设的钱多多 并且他附带发了自己的一张自拍 在一群棱角分明的男人中 他是最有辨识度的 一张长了娃娃脸的男人 笑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太阳 于宝看一眼便对他有了好感 钱多多哥哥 你好 我是于宝 一阵寒暄过后 于宝便开始忙碌起学校的事情 些许是昏迷时间太长 时针已经快止到十点了 于宝却没有一点睡意 这时陆一川便捧着一本故事书出现 于宝 我给你讲睡前故事吧 与此同时的金念兹的庄园内 金念兹有些想不明白 为什么于宝要去上学 明明可以在家里请家教 想什么时候学就什么时候学不好吗 而身旁的许奇按着金念兹按了小腿 毕恭毕敬的回应 可能是于宝觉得兴起吧 然后微笑地询问 滋滋也想去上学吗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感觉金念兹出门一趟回来后 感觉脾气都变好了一点 才不去呢 我每天早上怎么可能爬得起来 金念兹翻了个白眼 思考着于宝学校什么时候放学 到时候就去他学校门口堵 让他带自己回家吃饭 时间很快来到开学这天 天刚蒙蒙亮 于宝睁开了眼睛 Q宝也从睡眠状态醒来 然后提醒于宝 小主人 我们今天上学的时间是九点半了 那么晚了 文言于宝有些惊讶 对的 雌性上课的时间会晚一点 因为九点半之前是雄性幼崽的体能训练 雌性不用参加吗 Q宝也是迅速解释 然后劝着于宝睡个回笼觉就好 可于宝此刻却睡不着 于是想了想 你自己睡吧 我想去看看体能训练是什么样的 刚好这时 路易川敲了敲他的房门 于宝 你醒了吗 随后于宝打开房门 在路易川面前转了一个圈 怎么样 我的辫子是Q宝给我砸的 没想到他的手那么灵敏 路易川却有点不服气 以后我来给你砸 哪有让机器人给妹妹砸辫子的隔壁 随后在穿上众多公爵和哥哥送的礼物后 他便呼喊路易川赶忙拍照 因为他想起昨天网友们呼声很高的小邀请 接着拍完照片后 他便立马发布在网络上 一时间再次冲上来热搜 然而于宝并没有关注这些 只是开开心心地吃着早餐 接着眼中却闪烁着好奇与期待 路哥哥 听说雄性幼崽早上都有体能训练 我可以去看看吗 路易川文言微微一愣 随即笑着摸了摸于宝的头 当然可以 不过训练场不是游乐场 一般来讲雌性不会被允许踏入 于宝有些疑惑 为啥 我不能训练吗 因为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弱弱 也想跟着训练一些 于宝想着的训练就是跑跑步啊做做操 然而这里雌性幼崽接受的训练 可都是刀枪弹 跑跑步这些 都是他们幼儿园玩剩下的呢 于是路易川耐心解释道 于宝 我知道你是想增强体质 哥哥会给你制定训练的 你不用跟着班里的雄性幼崽训练 于宝听后有些失落的低下头 同时路易川顿时也难受起来 接着决定带于宝去训练场看看好吧 此时的雌性保护基地的学院内 在听说路易川要带着雌性幼崽过来 校长也是连忙起身去迎接 一川啊 多年不见你都长那么高了呀 白发苍苍的校长精神抖擞 他看着路易川就是止不住的笑容 毕竟路易川可是他的得意门声 然后又看看于宝 眼中的喜欢再也藏不住 这就是于宝阁下呀 我可是你的第5803个粉丝哦 当时执政官联系他 说要给于宝准备好特定的诉讼 他就去搜索了一下于宝的信息 结果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 但是于宝圆溜溜的大眼睛 让他心头一盏 虽然模糊 却也十分可爱 于是他连忙关注了于宝 面对热情的校长 于宝却是一下子缩在路易川身后 然后又探出脑袋看向老校长 有一丝好奇又有一丝害羞 路易川见状直接将于宝抱起 接着无奈地回应着校长 老校长 你这也太热情了 老校长也见怪不怪 对着于宝介绍自己 于宝 我姓老 你以后就叫我老校长 然后对着于宝身上 于宝微笑的回应也伸出手握了一下 想到老校长居然真的信我 他觉得有一点搞笑 也不像刚才那么害怕 此时老校长也是发出邀请 于宝这么早起来真是辛苦了 要不要和我共进早餐呢 我的厨师是在人类皇室那边进修过的 味道应该能让于宝满意 因为他看过于宝的直播 知道于宝喜欢吃什么美食 而于宝见此原本想要聚集 结果听到人类皇室的厨师 他还是有点好奇 现在人类的厨艺如何 于是拉了拉陆一川的衣袖 陆哥哥 我突然有点饿 陆一川文言也表示 那就麻烦老校长 此时他抱着于宝舍不得撒手 一想到于宝要一天都待在这个地 不能和他见面 他就感觉很痛苦 老校长也在一旁告诉于宝 于宝啊 一川这小子和我说过了 你是想看看雄心幼崽们早上操练的场景 不过那群臭小子打打杀杀 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他生怕场面太过暴力吓到于宝 不过这么一说 却反而让于宝更加好奇 老校长 我想去看看吗 声音带着撒娇的奶气 一下子就把小老头调成翘子 好吧 老校长可拒绝不了可爱的于宝 声音也跟着加了一下 连陆一川都毫不留情地吐头 老校长 你的家子应是怎么回事 随后众人便开心地前往训练场地